吴兵为随,为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 吴国的军队随即就把随这个地方给围上了 围上之后,吴国人就跟随国人讲 说周王室的子孙封在汉随这一带的国家,楚国全部都把他们灭掉了 因为这个随国也是激性 所以也可以认为是周之子孙之国 随人欲杀王,这个随人就想杀掉楚昭王,王子姬 这个人在左传里边叫子七,又叫王子七 他就把楚昭王给藏起来了,即自为王已当之 而自己假冒楚昭王挺身而出,替楚昭王来抵挡这个罪过 随人补,与王于吴 这个时候随国人就占卜,他占卜什么呢? 说要不要把楚昭王这个人交给吴国 结果呢,这个占卜的这个照相显示 说如果把楚昭王交给吴国的话,那么对随国人是不吉利的 于是呢,这个随国人决定要谢决吴国 不会把楚昭王再交给吴国了 乃谢吴,不与王 这个语呢,可以理解成是交给 在史记里边呢,他没有说出随国人为什么没有把楚昭王交给吴国 只是说这个占卜的结果不吉利 但是在左传里边呢,记载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那么吴国人肯定得问随国人说你不把楚昭王交给我 你们是为什么呢? 怎么把这个原因跟我们讲一下吗? 随国人呢,就解释了说随国呢,是太小了 跟楚国离得特别近 所以呢,这个随国能够生存于否 全部是楚国让我们这样做的 楚国让我们活,我们就活 楚国让我们死,我们就得死 所以我们跟楚国呢,是连在一体的 而且我们随国人呢,跟楚国是世世代代有这个盟事的 到现在为止,这个盟事还是起作用的,也没有改 那现在我们随国人,如果这个把楚昭王交给你 等于我们是违背了这个盟事 那像我们这样一个不讲信用的国家 即便是侍奉你吴国国君的话 那么你吴国国君怎么可能会相信我们随国人呢? 也就是说这个事如果放在你吴国人的身上的话 你吴国人也不会把这个楚昭王交给别人的 那么吴国人一听,随国人解释的呢,也有道理 所以他就撤兵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吴子虚和申包虚这两个人呢 是至交好友 申包虚呢,也是楚国的一个大臣 那么吴子虚逃亡的时候呢 在临走之前,就对申包虚啊,说了这样一些话 说我必复楚 这里的复呢,是颠覆的意思 说我这次要是走了,再回来的话 一定要颠覆楚国的政权,字呢,不多 但是呢,语气非常坚定 申包虚呢,一听说吴子虚有这个打算 他马上就回答了 他说我必存知 言外之意呢,就是说 从私交上来讲,咱哥俩是好朋友 有幻命之交 但是从这个公家的角度来看 你要颠覆楚国政权 那我一定要保护楚国政权 一定要保存楚国政权 即无兵入营 等到吴国的军队进入了楚国的首都营的时候 也就是把楚国给灭了的时候 吴子虚求昭王 这里的求呢,就是指寻找捉拿 吴子虚呢,就捉拿楚昭王 急不得 但是呢,他没有找到 因为这个时候楚昭王其实已经跑了 乃绝楚平王墓 那么吴子虚为了谢私奋 把楚昭王的父亲 楚平王的墓给掘开了 出其尸 把他的尸体给拽出来 编织三百 然后以 这要开关录尸啊 把这个尸体抽了三百鞭子 然后才算停止 那这件事呢 在这个史记里边是有详细记载的 但是在左传里边 还有在公羊传 古羊传这些 儒家的经典里边呢 都没有记载这件事 不知道这个太史公先生 为什么在史记里边呢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我个人感觉呢 可能是民间的谣传 那么太史公呢 在采封的时候 可能就听到了老百姓这样传说 那么在写史记的时候呢 就把它写在了史书里边 但是在其他的传世文献里边呢 并没有这样的记载 其实呢 像开关录诗这样的事呢 在这个古代也好 当然在现代也好 都被认为是这个非常缺德的一件事 是一个这个丧天礼的一件事 所以吴子虚呢 他虽然对楚平王非常憎恨 把自己的哥哥 还有把自己的老爹都给宰了 但是我个人感觉呢 可能也不至于把这个楚平王的尸体 从坟墓里边呢 给掘出来 然后呢 用鞭子抽三百下 才解气啊 才泄愤 但是呢 太史公先生把这个事写在史记里边呢 很有可能是为了渲染 吴子虚的这种愤恨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申包虚亡于山中 那这个时候呢 楚国已经被灭了 对申包虚来说呢 他已经属于亡国之臣了 所以申包虚没办法 只能逃到了山中 那么派人就对吴子虚说了 说子之报仇 其以甚乎 听说吴子虚 把楚平王的尸体 从坟墓里边掘出来 而且呢 又抽了三百鞭子 听了这个事之后呢 他就派人跟吴子虚讲 说你报仇 这个事呢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这种方式 也太过分了吧 这里的旗 可以理解成是将要的将 那么那个慎呢 就是过分的意思 而这个乙呢 是通那个乙经的乙 你这样做 太过分了 五文之 我听说 人众者胜天 天定义能破人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讲说 人众者就是人多的时候 人多力量大 你可以胜天 你可以战胜老天爷 天定义能破人 但是你要记住 老天爷呢 毕竟是老天爷 他如果要是真想对付你的话 你多少人都没用 天定义能 上天一定 定能够破人呢 就是指战胜那些当初对付自己的那些人 也就是指当初那些能够战胜自己的那些众人 金子就是现在你顾平王之臣 原来呢 就是楚平王的大臣 亲北面而视之 这里的亲呢 就是指亲字 亲字这个面朝北 而侍奉这个楚平王 为什么说北面呢 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国君 他坐的位置呢 都是坐北朝南 他的脸呢 都是朝向南方的 那面对这些大臣 而大臣呢 自然而然的 也就是面朝北了 相当于呢 是侍奉这个君主 今至于鹿死人 鹿呢 就是通杀鹿的鹿 在这里边呢 是指羞辱 现在呢 你把楚平王的尸体 从棺材里边掘出来 而且呢 开关鹿尸 抽了人家三百鞭子 叫鹿死人 等于你羞辱了 这个死人 此其其无天道之极乎 说难道这不是你啊 不讲天道之极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吗 那吴子虚呢 听到了申包虚在责怪自己 他就回答了 他说 唯我谢申包虚约 当然呢 他这个话是对申包虚派过来的使者说的 说你回去 替我去辞谢申包虚 你就这样讲 五日墨图远 这里的墨呢 是通墓 也就是日墨的墓 实际上呢 这四个字 它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日墨图远 表面上看呢 说啊 这个太阳啊 已经到了西边了 要落山了 路途呢 还很遥远 这是执意啊 这里边呢 他用的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比喻自己呢 恐怕活不到自己报仇的那一天了 五顾道行而逆施之 我因此才颠倒行为啊 这个道行呢 就是颠倒行为 而逆施之啊 逆道理而做这件事 也就是吴子虚说 我之所以把楚平王的尸体 从他这个棺材里边啊 把它掘出来 开棺露尸啊 我故意的就是要颠倒行为 我故意的就是要逆着这个道理来做这件事 于是申包虚走秦告急 那申包虚在这个时候呢 就跑到秦国 向秦国来求秦 告急呢 就是告诉秦国人 楚国呢 现在已经被吴谷给灭了 求救于秦 向秦国人呢 来求救 希望秦国人呢 能够拯救楚国 但是呢 秦不许 秦国人呢 没有答应 他的要求 也不准备 趟这趟浑水 秦国这个时候的国军呢 叫秦哀宫 包虚立于秦庭 申包虚呢 就立在秦国的朝廷上面 当然根据左传呢 他没说朝廷 他说申包虚呢 是站在宫廷的宫墙外边 昼夜哭 昼呢 是白天 夜呢 是晚上 不管白天跟晚上 都是在那哭 七日七夜 不觉其声 整个哭了七天七夜 一直这声就没断 一直在那哭 秦哀宫 李延之 那看到他的这种样子 秦哀宫呢 最后终于可怜了申包虚 然后秦哀宫就说了 楚随无道 楚国的政权虽然无道 但是有这样一个大臣 可无存乎 能不让他这个存在下去吗 来遣车五百 于是呢 秦哀宫就派遣战车五百胜 救楚姬吾 去救楚国 去攻击吾国 六月份的时候 六月呢 是指公元前的五百零五年的六月份 在秦这个地方呢 就跟吴兵遭遇了 而且呢 是打败了吴国军队 秦呢 是一个地名 相当于是在今天的河南省 同百县的境内 当然了 关于这个地点在哪 其实呢 历史上是有争议的 杨柏俊呢 他认为是在河南省 但是呢 钱穆先生呢 认为这个季可能是指今天湖北省随县那一带地方 所以究竟这个季在哪 我们也没办法考证了 惠吴王 久留楚 求昭王 惠呢 是正赶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呢 吴王和卢 长久的留在楚国 来寻找 来捉拿楚昭王 而和卢的弟弟夫盖 这个人呢 我们以前提过 曾经呢 代表和卢 来率领吴国军队的攻击楚国人 夫盖乃王归 夫盖就先跑回到吴国了 自立为王 他看到这个和卢 还在楚国 跟这个楚昭王死磕呢 那么吴国国内空虚 所以这个夫盖呢 他就自己对外宣称 说我就是吴王了 那么和卢呢 这个时候在楚国 他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感觉到后院起火了 于是乃嗜楚而归 是呢 就是放弃 放弃了楚国 赶紧回到吴国 积其地夫盖 攻击他的弟弟夫盖 夫盖败走 夫盖这个人呢 称王有两下子 但是打仗明显不行 所以在这个吴王和卢的攻击之下 他就失败逃走了 那往哪走呢 遂奔楚 只能往吴国的敌对国家 楚国走 所以又回到了楚国来避难 而楚昭王这个时候呢 见到吴国已经有内乱了 乃赴入影 吴国军队也撤了 于是又再一次的进入了楚国的首都影 封覆盖于唐溪 为唐溪市 那么把这个覆盖呢 封在了唐溪这个地方 唐溪呢 是楚国一个城市的名 在今天的河南省 碎平县的北边 唐溪为唐溪市 那么以地名做事 这个覆盖这一支呢 就变成了唐溪市 作为他家族的一个姓氏 楚国呢又与吴国这个攻击打仗 拜吴 那这一次呢 楚国人不错 在秦国人的帮助下 又打败了吴国 那么吴王乃归 吴王和卢 一看在楚国呢 现在也见不到什么便宜了 所以呢 就带领军队撤回到吴国 后二岁 也就是在公元前的504年的这一年 和卢使太子夫差 和卢呢 派他的儿子夫差 但是呢 根据左传的记载呢 这个夫差其实不是夫差 应该是钟磊 也就是和卢呢 派太子钟磊 可是在这个史记里边呢 太史公先生 把这个钟磊改成了夫差 不知道这个钟磊啊 是不是夫差 还是钟磊另有其人 江兵伐楚 江呢 就是带领 带领吴国的战士 来讨伐楚国 取番 这里的番呢 应该是婆 就是婆阳湖的婆 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是 楚国的一个城市的名 在今天的江西省 波阳县这个地方 楚巨吴 富大来 楚国害怕 吴国又一次 大举入侵 楚国乃去影 总觉得呢 呆在颖这个地方不安全 于是呢 这个楚昭王 率领这个文武大臣 就离开了颖都 喜于若 跑到了若这个地方 喜呢 是迁徙 若呢 原来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 后来呢 被这个楚国给灭了 地点呢 应该是在今天 湖北省夷城的东南 这个地方临时呢 以若作为自己的首都 当事实是指那个时候 吴国以吴子虚 孙武之矛 用了吴子虚 孙武的计矛 西魄强处 对西打败了强大的楚国 北威齐晋 对北威震了齐国跟晋国 像齐国跟晋国都是中原的大国 南服越人 对南又打败了越国人 服呢 就是使之服 让越国人呢 也服从了自己 那这个时候 吴国呢 应该是比较强大的 这样一个国家了 是属于这个问题儿童 啊 搅的是四邻不安 齐后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 五百年的这一年 孔子相鲁 啊 这个记载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前面呢 我已经说过了 孔子呢 从来就没有做过鲁国的相 啊 这里的相呢 应该是属于辅佐 啊 孔子呢 是在这个鲁国做官 这个事儿是有的 他是等于辅佐鲁国的国君 来治理国家 啊 有的解释呢 把这个相理解成是攒相 这个解释呢 是不对的 后五年 那么又 过了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四百九十六年的这一年 讨伐越国 吴国呢 又开始讨伐越国 越王勾剑迎击 那这个时候呢 越王已经是勾剑了 勾剑的爹 允长已经死了 勾剑呢就迎击吴国人 败无于孤苏啊 在孤苏这个地方呢 打败了吴国人 但是呢 根据左传的记载呢 并不是孤苏 而是郡里 这个地方呢 也是古代的一个城市的名 地点呢 相当于是今天浙江省嘉兴那一带地区 伤和炉纸啊 伤呢 就是打伤了和炉的大脚趾 这里的这个趾呢 是指大脚趾啊 应该是把和炉的大脚趾可能给砍掉了 军阙 那么吴军就退却了 和炉并创 将死 创呢 是指在这个战争当中受到的刀伤 剑伤啊 或者是其他器械的那种伤 叫创 那么和炉啊 这次大脚趾被砍掉了 可能啊 这个感染了 那个年代呢 也没有青霉素 也没有消炎药 所以呢 这个和炉啊 这个一来二去的就面临了死亡的威胁 那么在临死之前呢 他就对太子夫差讲 就跟夫差说 而忘勾剑杀而复乎 你忘了勾剑杀掉你的父亲了吗 那么夫差就回答了 说不敢忘 说我不敢忘记 勾剑杀死您的 这件事 世西 就是指当天晚上 和炉就死掉了 那么他死掉之后呢 这个夫差就做了吴国的国王 他上台之后呢 以伯匹为太宰 伯匹这个人呢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他本来呢 应该是一个楚国人 他的祖先呢 也不是楚国人 他的祖先应该是晋国人 在晋国呢 遭到了清洗 逃到了楚国 而伯匹呢 当然可能是在楚国出生的 后来呢 这个博士啊 在楚国也受到了清洗 那伯匹呢 成了漏网之鱼 跑到吴国 那这个时候呢 已经做了太宰了 是由夫差呢 把他给提起来的 太宰这个官职呢 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啊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 习战舍 习呢 是练习 是指吴王夫差 上台之后呢 训练士兵 勇敢作战 二年后 二年后应该是指公元前的494年 伐越 讨伐越国 拜越于夫交 在夫交这个地方 打败了越国 夫交呢 是一个山的名字 地点呢 是在今天江苏省太湖的当中 在这个地方呢 就把越国给打败了 越王勾建 乃以渔兵5000人 期于快级之上 越王勾建呢 这个时候一看自己战败了 就带领手下的残兵败将 一共是5000多个人 就跑到了快级之上 快级呢 也是一个山名 就是快级山 在今天的浙江省 绍兴 还有朱基 东阳这一带 跑到这个地方呢 来躲起来 想跟这个吴王夫差呢 来讲和 所以呢 他就派大夫 重 重呢 就是文重 后币就是很多钱 仪呢 是独成位 也就是送给吴国的太宰匹 来请求这个讲和 求伟国为臣妾 请求把越国交给吴国 作为自己的附属国 那么臣妾这里边的意思呢 就是指 听凭吴国人的调遣 而国君跟国君的夫人 还有国君的那些嫔妃等等 愿意为吴国充当奴婢等等 所以呢 身段摆的是非常低下的 吴王将许之 吴王夫差呢 这个时候就想答应 岳王勾建的讲和的请求 但吴子虚呢 就冒出来了 他就给吴王夫差提了建议 他说岳王勾建这个人 为人能辛苦 他能吃得了辛苦 金王不灭 也就是你现在 不把他灭掉的话 后必毁之 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吴王夫差啊 当然没有听这个吴子虚的建议 而是采用了太宰匹的计划 与岳平跟岳国呢 就讲和了 其后五年 就是公元前的489年 而吴王闻齐景公死 而大臣争宠 吴王夫差呢 听说北边的强国 齐国的国君齐景公 已经死掉了 齐景公呢 据历史的记载 应该是死于公元前的490年 那么他死掉之后呢 齐国的大臣开始互相争宠 新君若 若呢是指年少 新君呢 就是指齐国的国君 也就是安如子 这个人呢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他有名呢 是因为鲁迅的关系 鲁迅呢 说俯首甘为如子牛嘛 这里的如子 就是指齐国的国君安如子 为什么鲁迅先生会做这样一首诗呢 可能鲁迅呢 当年在读这个左传的时候呢 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情节 因为齐景公呢 有一个非常宠幸的小妾 也就是安如子的妈妈 这个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 国君呢 喜欢这个女人 当然也就捎带的 喜欢这个女人 跟他生了孩子 而这个安如子呢 当时还非常小 所以呢 可能啊 这个齐景公在没事的时候 在后宫里边呢 就哄这个安如子 就是哄这个小孩玩 可能呢 就给这个小孩当牛做马 就跟我们今天现在的父母呢 干的事呢 是一样的 可能就在地上爬 自己呢 假装是牛 是马 让这个小孩呢 骑在自己的背上 所以鲁迅先生呢 可能也是发挥想象啊 就说这个俯首甘为如子牛 甘心做如此的这个牛马 可能呢 不读历史的人呢 对这个人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呢 因为鲁迅先生呢 这一句诗 所以呢 大家对安如子这个人呢 也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这个印象 那么这个时候呢 齐国的政坛呢 其实也不安宁 在齐国呢 有两股这个政治势力 一股呢 是以国高二世 这个老牌的两个大贵族为主 他们呢 主要是支持国君的 属于国君这一派 另外一派呢 是以田启 当然在这个左传里边呢 是陈启 以这个陈启 还有豹氏 这些人为主是另外一派 那么齐景公在这个临死之前呢 就让这个国高二世 做自己的脱姑大臣 说当我死了之后呢 你一定要辅佐这个小孩安如子 做这个齐国的国君 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这个齐景公就挂了 那么他死了之后呢 这个国高二世 也就是国会子 还有高昭子 这两个人是国高二世的这个掌门人啊 他们两个人呢 就辅佐这个安如子 做了国君 当然这个做国君的时间不长 后来呢 这个陈启 也就是田启 又把这个逃到鲁国避难的 齐景公的另外一个儿子 也就是公子杨生 偷偷的给接回来 接回来之后呢 在其他大家族的帮助下 比如说像在豹市的帮助下 那么就这个篡权 夺了这个安如子的军位 所以呢 这个公子杨生 成了齐国新一代的国君 嗜好呢 是齐道公 后来齐道公呢 上台之后 就把这个安如子就给宰掉了 这也就是齐国政坛 非常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 那这个事跟吴国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吴国这个时候呢 想在这个中原称霸 他总要找一个借口 来灭这个中原国家 比较强的那些国家 因为你只要把强国给灭了之后 那么你才能真正的实现 自己在中原称霸的 这样一个愿景 所以呢 他就找了这样一个借口 向北呢 来讨伐齐国 但是呢 根据左传呢 还有其他的传世文献的记载 这一年呢 并没有这个讨伐齐国这件事 其实呢 这个吴国讨伐齐国 应该是在齐景公死之后的第四年了 在本年也就是公元前的489年的这一年 并不存在吴国讨伐齐国的这样一件事 那么吴子虚呢 就跟吴王夫差就提了建议 他说勾建 食不从位 勾建这个人能吃的辛苦 他吃的饭呢 没有两样菜 这个从位呢 是指饭桌上 只有一种菜 表明了勾建是非常简朴的 调死问及 调呢 是慰问 谁家要是有死人了 他就亲自去慰问 谁家的人呢 要是有病了 这个手下的老百姓身体不好 也亲自呢 跑到人家去慰问 且欲有所用之也 他之所以这样干 来收买人心 肯定是将要有所使用这些人 此人不死 必为无患 如果勾建这个人不死的话 那么将来一定会成为吴国最大的祸患 现在吴国之有越 现在吴国南边有越国 就好像人只有复心疾一样 也就是越国最终会成为吴国的一块心病 而王 也就是你吴王夫差 不先越而乃勿齐 你不先解决越国的问题 而先致力于攻打齐国 不亦谬呼 谬呢 是指错误 说这不也太错了吗 那既然给吴王夫差指出了这个问题 吴王夫差按道理来讲应该听的 但是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跟吴子虚之间的关系 已经没有那么亲密了 所以他对吴子虚给自己提的建议并没有听从 而是一门心思的攻打齐国 在爱陵这个地方呢 大败齐师 也就是打败了齐国的军队 而且呢 把齐国军队打的是大败亏叔 遂为邹鲁之君已归 邹和鲁都是齐国南边的这个小国 邹是邹国 鲁呢 是鲁国 都比齐国小 打败了这个齐国之后 让旁边的那个邻居 邹国跟鲁国 也受到了这个恫吓 然后呢 吴王夫差得胜班师 回到了吴国 一输子虚之谋 回来之后呢 就更加牛了 更加的疏远了吴子虚 给自己提出来的这个计划 齐后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485年 吴王将北伐齐 吴王夫差还想再一次的进攻齐国 岳王勾建用子贡之谋 那岳王勾建这个时候呢 采用了孔子的学生子贡的计划 乃率其众以著吴 这件事呢 在我们将要读到的仲尼弟子列传里边呢 会有详细的记载 在读到这个子贡啊 他的事迹的时候呢 我们会了解这一部分历史事实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子贡的穿梭外交 说的就是这个事 当时大致的情况呢 是齐国想攻打鲁国 当然了 齐国大 鲁国小 鲁国肯定是打不过齐国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这个孔子啊 就在众弟子当中 征求志愿者 说谁能够到齐国去 劝说齐国人不要出兵打鲁国 当然了 有很多弟子啊 这个跃跃欲试 最后呢 这个孔子就选了子贡 因为子贡呢 伶牙利齿 特别善变 只有子贡呢 能办这个事 所以子贡呢 就跑到了齐国 他就劝说齐国人 说你不要打鲁国 你应该打吴国 那么齐国人说 打吴国也可以 但是我总得有个理由啊 然后这个子贡说 你别急 我呢 现在就到吴国去啊 让这个吴国 自动的会为您献上 找抄的这样一个理由 所以这个子贡呢 就跑到吴国了啊 跟这个吴王讲了一番道理 当然了 他这个说服 齐国打吴国的这个道理 在这个子贡的传记里边呢 记载的是比较详细的 我这里边就不详细讲了 因为后边我们还要读 那么这个齐国总而言之呢 是想打这个吴国的 但是他没有理由 而这个子贡说 好 你不是缺理由吗 那我现在就到吴国去 我就给你找个理由出来啊 让吴国呢 自动的把脸伸过来 让你抽啊 所以呢 他就跑到吴国去 去劝说吴王 最终的结果呢 是吴王确实出兵了 想跟这个齐国死磕 这样的话呢 就给齐国抽吴国 提供了一个理由 这两个国家呢 就开始这个准备对垒了 而这个吴王呢 打齐国的时候 他也是有担心的啊 他就跟子贡讲 他说我要是北伐 去讨伐齐国的话 我后院不是空了吗 那我后院要空的话 越国这个时候 要是袭击我的后边 那怎么办呢 子贡说你别担心 我现在呢 就去越国啊 去这个劝说他啊 让他呢 帮助您出兵 不仅不会攻打您 还会让他出兵呢 来帮助您 这就是子贡的 这个穿梭外交啊 详细的情况 后边会讲 所以这里边呢 他就讲说 这个越王勾剑啊 用了子贡之矛 不仅没有攻打吴国 而且呢 还率领自己手下的 这些战士来帮助吴国人 同时呢 这个越国人还用这个 另外一招 也就是暗地里 给这个吴国的太宰匹 献了很多的重宝 重宝呢 就是指值钱的 那些宝器 献仪呢 就是献给太宰匹 而太宰匹呢 这个人也特别贪 即数寿越禄 他多次的 接受了越国人 给他送的贿赂 其爱信越 胜疏 那么每一次这个送钱 太宰匹呢 就特别的宠爱 和信任越国 一次比一次厉害 那既然你收了人家钱 你就要为人家办事 日夜为言于吴王 所以在这个吴王夫差面前 太宰匹呢 多次的 而且是日日夜夜的 跟这个吴王讲越国的好处 那么吴王信用匹之计 吴王夫差就信任 并且使用了太宰匹的这个计谋 吴子虚建约 吴子虚呢 这个时候就给吴王夫差提了建议 他说越国复心之病 复心之病呢 就是指肚子里边长的这个病 今信其扶慈 诈尾而贪其 现在如果相信了越国跟我们说的扶慈 扶慈呢 就是指那些听起来很华丽 但实际上啊 是含有个人目的的那些话 诈尾 诈是狡诈 尾呢 是尾心 明显的都不是很诚实的话 啊 听信了他们这些话 而贪其 贪恋其国的土地 如果破掉了其国 譬如石田 我们劳师席远 从南方带领这个军队去打北方的其国 即便我们打赢了 得到了齐国的那块土地 那么对我们吴国来说 齐国的土地就像石田一样 石田是什么呢 这个从字面意义上都能理解到 也就是不能耕种的那些布满了石头的田地 我们得到了也没用 无所用之 你说这些土地我们拿到了能有什么用呢 齐国对于我们吴国来说 中间还隔着很多国家呢 相当于是一块非地 我们对他也没办法管理 且盘庚之告约 盘庚之告呢 是上书当中的一篇 又叫盘庚篇 这一篇文章呢 是分上中下三部分的 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讲 英代的一个国王叫盘庚 他呢 告诫大臣的那些训词 这里边呢 有一句话讲 叫有滇月不公 亦铁灭之 彼无一欲 无始 亦总于 滋意 上书里边的文章呢 因为是远古的文章 所以这个文字表达呢 特别的经验 我们现在读起来呢 就没有那么顺口啊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颠阅呢 在这里边就是指颠倒 是指被拗 不公呢 就是不奉行 所以呢 这个颠阅 不公就是指 谁敢被拗 不听命令的话 意舔灭之 记住啊 这个字应该是读意 而不应该是读笔 很多人呢 会把这个字读成笔 那可能就是忘字 声音了啊 意呢 是古代的一种刑罚 也相当于是五行之一 割掉人的鼻子 从这个字的结构上 其实也能看出来 左边是一个鼻子 右边是一个刀 那么用刀把鼻子割掉 这种形呢 也是非常残酷的 一种肉形 舔呢 在这里就是灭绝的意思 那意呢 就是割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谁要是敢 不听我的命令的话 我就割掉他 杀掉他 舔呢 就是灭掉他 灭呢 跟那个舔的意思是一样的 比无一欲 比呢 就是使啊 就是使用的那个使 一欲呢 在这里可以理解成是后代 也就是让他 使他没有后代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叫灭族啊 断子绝孙的这样一个意思 无使一种于滋意 一种呢 就是指延续他的种性延续后代 就是不要让他延续他的种性跟后代 那么这个滋意呢 就是在这一块土地上 这里的意就是延续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呢 是听起来非常的难懂 好 把齐国放在一边 那意思就是不要劳师席远 去打齐国 而先以解决越国的问题为主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后将毁之无极 到后来 您将后悔的 那个时候就晚了 而吴王不听 吴王夫差呢 没有听吴子虚的意见 让吴子虚出使齐国 那吴王夫差这个时候 为什么让吴子虚出使齐国呢 据这个猜测呢 应该是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呢 是吴子虚这个人说话太直了 得不到吴王夫差的信任 吴王夫差看他也不顺眼 所以听他说话的就烦 赶紧的让他走 让他在自己的眼前消失 所以把他知道齐国去出差 还有一种可能呢 可能是太宰匹的计谋 太宰匹呢 也是想让吴子虚离开吴王夫差 这样的话呢 太宰匹就可以在吴王夫差面前 说吴子虚的坏话 最终的目的呢 可能也是想借吴王夫差的手 把吴子虚杀掉 那这样的话呢 不管是吴王夫差也好 还是太宰匹也好 这两个人的目的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想把吴子虚除之而后快 那么吴子虚在临走之前 就对他的儿子说了 说吴树见王 我多次的给吴王夫差提建议 但是呢 吴王夫差不用 吴金见吴之王矣 我现在就已经看到了吴国的未来 肯定是会被越国灭亡掉的 如与吴 巨王 吴亦也 吴子虚呢 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人啊 他说你跟吴国一块被灭掉 对我们吴家来说是没什么益处的 那我 与其这样的话 还不如先把你救下来 为你铺一条后路 来 属其子 与其 暴墓 这里的属呢 可以理解成是主 同那个戴口字旁的那个主 也就是委托的意思 而把自己的儿子呢 委托给了齐国的一个大贵族 暴墓 暴墓呢 是暴氏家的一个大贵族 但是呢 有些历史学家考证啊 说这个时候暴墓已经死了 所以啊 太史公在这里边说 吴子虚把自己的儿子委托给齐国的暴墓 应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而且在左撰里边呢 确实有这个事 说吴子虚到这个齐国出差的时候 确实把自己的儿子呢 委托给齐国的暴氏 但是并没有说具体的哪一个人 太史公呢 在这里边认为是暴墓 这个呢 应该是不对的 而还报吴 那办好了这些事之后呢 吴子虚又回到了吴国 向吴王夫差来汇报自己的行程 吴太宰匹 急于子虚有戏 戏呢 是矛盾 太宰匹呢 既然跟吴子虚之间是有矛盾的 因缠约 那找机会 就跟这个吴王夫差进缠言讲 说吴子虚这个人 为人刚报少恩 刚报少恩可以理解成是刻薄寡恩 意思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个人一直怀疑这个报字 古代的读音呢 可能跟那个刻薄的薄 应该是差不多的 猜贼就是残忍 说吴子虚这个人呢 又特别的残忍 其愿望恐为身或也 愿跟忘 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 叫同一字连用 都是恨的意思 他对您的恨恐怕会为祸于吴国 深祸呢 就是指这个祸害可能也是比较大的 言外之意就是提醒吴王夫差 一定要注意了 前日王玉罚齐 以前您呢 想讨伐齐国 吴子虚呢 以为不可 他认为那是不行的 王族罚之而有大功 但是呢 您没听吴子虚的意见 最终呢 也讨伐了齐国 而且呢 取得了大的成功 说明呢 这个打败了这个齐国 而吴子虚呢 耻其 计谋不用 可是吴子虚呢 心里就不高兴了 因为他阻止您 不让您打齐国 您呢 是违背了他的意见 去打了 而且还打赢了 所以吴子虚呢 暗地里 在他的心里边 肯定是 以其计谋不用为耻 乃反怨望 因此在心里边 才生出了这个怨恨 而今王又复伐旗 现在您又重新再一次的攻打齐国 那么吴子虚这个人呢 叫钻臂强健 钻臂呢 就是指钢臂自用 非常钻断 自以为是总认为他自己做的事 是正确的 强健呢 就是指啊 这个强力的向您提供建议 举毁用事 举毁就是指发表一些啊 阻挠你这个不攻打齐国的 这样一些破坏性的啊 有伪军心的这样的一些言论 用事呢 就是指您攻打齐国 这件事图性无之败 以自胜其计谋尔 图是知 也就是知希望 那个性呢 可以理解成是希望 他只希望吴国能够失败 这样的话呢 以自胜其计谋 能够显示 他当初给你提不打齐国的 这样的一个啊 计谋是正确的 但恰恰呢 您打赢了 所以呢 他心里就难受了 金王自行 金呢 是现在 现在大王您亲自的率领吴国的将士 向北攻击齐国 惜国种武力以伐齐 把我们吴国国内当中的所有的 这个军事武装军事力量 全部动员起来 向北讨伐齐国 而吴子虚剑不用 他的建议呢 又没有被采用 因绰谢羊病不行 绰是指停止中断的意思 谢呢 就是指慈谢 因此呢 他就寻找理由 不肯跟您一块去 祥病不行 这里的祥呢 可以读成羊 也就是偷那个假装的那个羊 羊病不行 就是假装的 装自己有病了 没有跟您一块去 王不可不备 那这个时候呢 薄皮就跟汪福差说了 既然他不跟您同行 您呢 带领军队亲自的到北方去打齐国 您保不准 后院吴子虚啊 会造反的 王不可不备 您呢 不能够不准备一下 此起祸不难 那吴子虚在后院 趁您不在的时候 如果要是发起祸端 那也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 而且我太宰匹派人呢 微辞之 微呢 是暗中 辞呢 是观察 暗中的观察 吴子虚的行为 其始于其也 他到齐国出差的时候 乃主其子 于齐之报事 而把自己的儿子 委托给齐国的大贵族报事 他作为别人的臣子 内不得意 在国内呢 他没有称心如意 外以诸侯 对外呢 却依靠其他的诸侯国 而且像齐国这样的国家 正好是我们吴国的敌人 他依靠的反而是齐国人 自以为先王之谋臣 今不见用 他自己呢 认为自己是先王 也就是您老爹 吴王和鲁的谋臣 现在呢 您在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说吴王夫差 您呢 当权了 不见用 他自己呢 也没有被使用 见呢 是被的意思 常 泱泱 愿望 泱泱呢 是指怨恨不满的 那个样子 愿跟忘呢 还是恨 愿望早图知 希望您 能够早点考虑 这件事 汪夫差 汪夫差一排脑门说 对啊 不经过您的提醒 我还真不知道 这回事呢 威子之言 威是没有 如果没有 您给我提的这些话 五亿一之 其实呢 我也怀疑他了 乃实实 第一个使呢 是动词 第二个使呢 是名词使者 于是呢 他就派使者 赐给吴子虚 一把剑 这个剑的名字呢 叫主楼之剑 主楼呢 是这个剑的名字 这也是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 一把宝剑 把这个剑呢 就赐给了吴子虚 其实的意思呢 就是告诉他 您呢 赶紧自裁就算了 曰子以辞死 而且呢 怕吴子虚 不明白这个意思 特意的交代了四个字 说您就用这把剑 来自杀吧 吴子虚拿到了这个剑之后呢 是仰天探曰 仰天长探了 说接户 接户是法语词 禅臣彼为乱仪 这个禁献禅言的大臣彼 他呢 在吴国要作乱了 亡乃反诸我 但是吴王夫差 反而来杀我 我令若父罢 若父就是你吴王夫差的老爹 就是指吴王河鲁 我让吴王河鲁 在中原能够称霸 自若未立时 那么从你没有被立为太子的时候 朱公子争立 吴王夫差 还有其他的很多兄弟呢 也就是吴王河鲁 还有很多儿子呢 这些朱公子 大家都争这个太子的地位 我以此争之于先王 而我 吴子虚 以此命来向这个先王 也就是吴王河鲁 来争取你的太子地位 积不得力 没有我的帮助 你几乎就不可能被这个吴王河鲁 立为太子了 若极得力 若呢 就是你 吴王夫差 你吴王夫差 现在既然已经做了吴国的国王 欲分吴国与我 想把吴国呢 分给我一半 这个呢 可能是当年吴王夫差 在没有做上这个王位之前 没有当上太子之前 可能是允诺给吴子虚的 一部分口头承诺啊 说你要是帮助我做了太子 那么将来吴国 要是变成了我的天下的话 那么我做了吴王 我呢 肯定会把吴国分出去一块 给你 让你成立一个小小的 这个帮中之国 这个应该是他以前答应的口头承诺 现在呢 吴子虚把这个话呢 提出来了 我顾不敢妄言 你想把吴国分一半给我 这件事 我固然是不敢指望的 这里的顾啊 是通那个顾然的顾 然 今若听禅臣言 以杀长者 但是呢 现在你 吴若呢 就是你吴王夫差 听信了禅臣 禅臣就是指太宰匹 听信了他的话 来杀长者 这里的长者并不是指年龄大啊 并不是说吴子虚这个人 以老卖老 当然呢 吴子虚的年龄这个时候肯定已经很大了 可是在这里边呢 长者应该理解成是忠厚之人 啊 你呢 杀忠厚之人 乃告其舍人约 于是呢 吴子虚就告诉了自己的手下人 舍人呢 是吴子虚的仆人 应该是他身边的这些亲信的人员 就跟他们讲了 说必树五木上以子 子呢 是一种树啊 叫子树 一定在我的坟墓上 种上子树 令可以为气 让这些树长大了之后呢 变成气 那这里的气呢 就是指棺材 意味着什么呢 说将来这个棺材做好了 就让他给吴王夫差 使用就完事了 阳外之意呢 就是告诉这些人 说我死了之后 越国将来肯定会灭掉吴国的 到那个时候吴王夫差 他也活不了 他活不了怎么办呢 肯定得被埋上啊 那个时候还不实行火葬 那干脆就做这个一把棺材 用我坟墓上的子树 来给吴王夫差做一口棺材 而绝无眼 玄无东门之上 这里的线呢 是通那个玄 玄挂的玄 绝呢 就是弯出来 挖出来 把我的眼睛挖出来 悬挂在城门的东门之上 为什么把眼睛挂在这个地方呢 叫以观月寇之路灭吴也 用我的眼睛亲眼看一下 越国的人 越国的敌人 是怎么进入吴国的首都 来灭掉吴国的 那说完这个话之后呢 乃自警死 于是呢 他就拎起了宝剑 抹了自己的脖子 吴王夫差 闻之大怒 那听说了啊 吴子虚在临死之前说的这些话之后呢 就怒得更厉害了 乃取吴子虚的尸体 把他的尸体呢 承在了吃仪阁 吃仪呢 就是指用皮做的那个口袋 后边那个阁呢 应该是个胭字 可以把它去掉 也就是把吴子虚的尸体 承在了一个用皮革做的那个口袋里边 然后把它扔在了江中 这里的江呢 应该是指上海北边那个吴松江 我们今天呢 叫苏州河 就把吴子虚的尸体呢 扔在了苏州河里边 扶植江中 因为他是用这个皮革做的带子装的尸体 所以这个尸体呢 扔在江里边 一般来说呢 也不太轻易的尘体 所以在这个苏州河上面呢 就漂浮来漂浮去 那看到吴子虚的这个惨状啊 吴人连之 吴国首都的人都很可怜吴子虚 为立祠于江上 在这个江边呢 给吴子虚立了一个祠堂 因命约虚山 而且呢 把旁边的那个山呢 也取名叫虚山 在今天江苏省太湖的旁边呢 有一个虚山 但是呢 这个虚山呢 应该是跟吴子虚没什么关系的 吴王 吉诸吴子虚 他把吴子虚给杀掉之后呢 遂罚齐 于是呢 讨伐齐国 而齐国的暴势 杀齐军盗工 而立扬生 这句话呢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根据左传的记载呢 这个道工 也就是齐道工 本身就是公子扬生 所以这里边他讲 说齐国的暴势 杀掉了齐道工 而立扬生 这个完全是不对的 根据左传的记载呢 这个齐道工 确实是齐国的暴势杀掉的 但是杀掉之后呢 就立了另外一个国君 叫齐俭公 后来齐俭公呢 也是被这个 陈恒 当然在史记里边呢 叫田恒 又叫田长 是被这个田长给杀掉的 所以这个道工死了之后呢 是齐俭公上位 吴王欲讨齐贼 这里的贼呢 就是指杀掉齐国国君 齐道工的人 贼呢 可以理解成是杀手 而吴王夫差呢 本来就想打齐国 他找不着借口 这个时候就说 你国内的大臣 杀掉了国内的国君 这是属于以下犯上 是属于士君的大逆不道的行为 那我吴国呢 是有权利来征讨你齐国的这些杀手的 所以呢 他们就带兵来讨伐齐国 但是结果呢 是不胜而去 这场仗呢 并没有打赢 而且当时呢 据说这个吴国 讨伐齐国的时候 是从海上攻打齐国的 而在这个海上攻打齐国呢 吴国人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被齐国人打败之后呢 又回去了 齐后两年 也就是指公元前的483年的这一年 吴王招鲁魏之君 惠之 驼高 驼高呢 是古代的一个古城的名字 在今天安徽省朝县的西北 这里的鲁国的国君呢 是指鲁埃公 魏国的国君呢 是公孙哲 也就是魏初公 吴国呢 把鲁国的国君跟魏国的国君都招到了驼高这个地方啊 来这个举行盟会 齐明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482年 英北大会诸侯于黄池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黄池大会 在这个黄池大会上呢 吴国人一直想在中原称霸 也就是把这个鲁国晋国这些国家 全部都招到了黄池这个地方举行啊 盟士大会 以令周史啊 这句话呢 表达也是不确切的啊 也就是呢 让诸侯以尊周王史啊 来这个命令诸侯相当于后来的曹操 携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意思 因为这种做法呢 当初齐桓公也好 晋文公也好 都是这么干的 他们称霸之后呢 就是以尊周王史为名 来命令其他的小兄弟 所以这里的以令周史 并不是直接命令周王史 去做什么事 而是以尊周王史为名义 来命令其他的诸侯 岳王勾剑袭杀吴太子 而岳王勾剑呢 趁着吴王夫差 率人到黄池 去参加中原盟会的这样一个空档 在后院呢 就袭击了吴国 而且呢 杀掉了吴国的太子 打败了吴国的军队 吴王夫差在黄池 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 乃归 当时呢 这个吴王到了后院 被越国给端掉之后 有很多的这个使者 大概有七八个 十来个使者 跑到黄池 去向吴王汇报 而吴王夫差呢 这个时候正处于和晋国争霸的关键时期 为了不让这个消息呢 走漏 吴王夫差在自己的帐篷里边 把这些报信的使者 全部都给宰掉了 这件事呢 是在左传里边记载的 那总而言之呢 吴王夫差听说了自己后院 被越王勾建给捣毁的这件事之后呢 他非常着急 乃归就赶紧 这个草草的结束了 这个黄石之会就回去了 时时 后币与月平 太使者 给越国送了很多的钱 希望呢 跟越国来讲和 平呢 就是讲和 后九年 也就是在公元前的473年的这一年 越王勾建 碎灭吴 最终呢 还是灭掉了吴国 杀掉了吴王夫差 实际上呢 这个吴王夫差 并不是越王勾建杀掉的 而是他自杀的 当时呢 这个越王勾建灭掉了吴国之后呢 还是想保留吴王夫差的一条命的 理由呢 是指说当年呢 你吴王夫差灭了我们越国 留了我越王勾建的一条命 虽然我越王勾建呢 在你吴国受尽了耻辱 但是你毕竟没杀我 那现在呢 我把你灭了 我呢 为了报当年的恩 我也不想杀你 但是呢 也不能让你继续做吴王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采取了一种办法 说我把你放在永东这个地方 永呢 就是今天的浙江省的宁波市 我把你放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东边 然后给你呢 一百家左右啊 来侍奉你 作为你的彩艺 您呢 就聊此 终生就完事了 但是吴王夫差呢 不能够忍受啊 这个耻辱 于是呢 他是自杀了 所以呢 这里边不能说杀吴王夫差 应该是指吴王夫差呢 是自杀的 而诸太宰匹 这件事呢 跟这个左传的记载也是不一样的 左传的记载呢 是指越王勾建 灭了吴国之后呢 太宰匹并没有杀掉 而是到越国继续做官 啊 证据呢 就是指当年鲁埃公呢 到越国去出使 曾经呢 这个给太宰匹送过礼 说明呢 这个太宰匹 已经被越国的国王勾建 给使用起来了 而在这个史记里边呢 他说这个太宰匹 被越王勾建给杀掉了 以不忠于齐军 原因呢 就是指太宰匹 不忠于自己的国君 而外寿重禄啊 对外呢 接受别人给他的贿赂 那这个越国是最有发言权的 因为太宰匹 接受的贿赂当中啊 大部分都是越国人给他送的 于己 比周也 这个己呢 就是指越王勾建自己 越王勾建就说 我杀掉你太宰匹 就是因为当初你跟我比周 比周呢 就是勾结的意思 你跟我一起勾结 灭掉了你的主人 吴王夫差 吴子虚出所与巨王 故楚太子建之子圣者在于吴 吴子虚呢 当初啊 所跟他一块逃亡的 已故的楚国的太子建的儿子 王孙盛 这个时候呢 还在吴国生活呢 吴王夫差的时候呢 楚慧王欲招胜归楚 楚慧王呢 是楚昭王的儿子 是楚国的下一代的国王 但是呢 把王孙盛 从吴国招回来的这件事 并不是楚慧王干的 而是楚慧王的叔叔 是王子熙来这个招回来的 王子熙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楚国的老臣了 而且是主要的执政大臣 他听说这个王孙盛 还在吴国流浪的生活呢 他心有不忍 他说把这孩子给招回来吧 因为他毕竟是前故太子 太子建的儿子 让他在吴国这样流浪 我呢 也于心不忍 所以呢 这个王子熙就想把这个王孙盛呢 从吴国给招回来 然后给他一个职位 遇招胜啊 就是想把王孙盛招回来 让他回到楚国 但是呢 有人跟他提建议 这个提建议的人呢 叫社工 这里的叶字呢 是读社 是河南省的社县 因为他是这个社县的长官 行政长官 所以呢 叫社工 他是有名字的 他叫沈朱良 他的字呢 叫子高 这个人呢 是楚国的名臣 神隐虚的儿子 他呢 就给这个王子熙 当然这里边呢 是指楚慧王 说给楚慧王提建议 最好呢 就不要把这个王孙盛给招回来 因为这个人呢 确实是不太靠谱的人 盛好勇 这个人呢 好勇斗狠 而因求死事 因的是暗地里 暗地里呢 会雇佣一些啊 这个赴死之事啊 那些甘心为他死的那些战士 代有思乎 代呢 是大概的意思 说王孙盛在吴国这样做 大概可能是有私心吧 但是呢 楚慧王没听 实际上呢 应该是王子熙没听啊 这个社工的话 遂招盛 于是呢 就把王孙盛呢 就给招了回来 始居楚之编义焉 把王孙盛安置在楚国跟吴国之间的 一个城市叫燕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号为白宫 称为呢 是白宫 所以呢 王孙盛又叫白宫盛 燕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属于 郑国的一个地方 后来呢 这个被楚国给占了 应该是属于楚国北部的一个边境 也是靠近吴国这样一个地方 应该是在今天河南省 燕陵的西北 当然呢 也有人认为这个燕 有可能是燕 就是今天河南省 啊 燕城县的南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应该还是有争议的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白宫盛归楚三年 他回到楚国三年之后 而吴国诛杀了吴子虚 也就是吴子虚死之前的第三年 白宫盛从这个吴国 已经返回到了楚国 做了燕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 白宫盛即归楚 白宫盛就是王孙盛 前太子健的儿子 他呢 回到楚国之后 念念不忘 为他老父报仇 愿呢 就是恨的意思 恨郑国当初呢 杀了他的老爹 其实呢 他不想一想 他老爹当初是为什么被郑国给杀掉的 当初他老爹为了逃命 跑到郑国去避难 郑国人呢 对他老爹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太子健这个人脑子也是进水了 在郑国待得好好的 偏要跟北边的晋国合作 想灭掉郑国 晋国人呢 也拿他当二百五 说你要帮助我灭掉郑国的话 我呢 会恢复你太子的地位 他也不想一想 你一个楚国的太子 你怎么可能会让晋国恢复你的地位呢 所以他就决定跟晋国人来配合 里应外合呢 灭掉郑国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呢 这件事呢被他的一个仆人给知道了 恰恰呢 这个太子健对这个仆人又不好 他抽了这个仆人 打了这个仆人 结果这个仆人的心怀记恨 就向郑国当局告发了太子健 里应外合想灭掉郑国的这样一个阴谋 最后呢才被郑国给杀掉的 所以从整个事件来看呢 这个太子健呢 之所以被郑国给杀掉 也是他咎由自取的一个结果 但是王孙胜也就是白空使 他不管 他说反正反正我爹是你郑国给杀掉的 我就一定要给我爹报仇 所以就怨恨这个郑国 所以他才阴阳死士 一呢就是暗自 暗自的呢 来养这个赴死之士 为自己能够这个赴唐导火的这样一些战士 求报正向这个郑国来报杀父之仇 归除五年 是指呢 这个王孙胜回到楚国第五个年头 应该是公元前的480年的时候 请求讨伐郑国 那么王孙胜说 总这样待下去也不可能报仇了 干脆呢就直接讨伐郑国算了 因为他所待的那个地方呢 正好是处于楚国跟郑国之间的一个边缘 他要往北打郑国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呢这个王孙胜肯定是跟楚国当局就提了这个建议 说你给我一支军队 我要向北去讨伐郑国 为我爹报仇 而这个时候呢 楚国的另引叫紫西 也就是那个把王孙胜从吴国召回来的那个另引二号 这个楚国的执政人物 他呢就答应了啊 王孙胜的这样一个请求 但是这个答应呢 明显没有诚意 应该就是表面应付 当年呢这个紫西把王孙胜从吴国弄回来的时候呢 社工沈朱良呢 其实就跟紫西讲 当然这些呢是根据左传来记载的 并不是根据史记 沈朱良呢就跟王子西说 说你别把王孙胜给弄回来 这个人不怎么着 而且呢暗地里养了很多死士 但是紫西这个人呢 他非常自信呢 他说王孙胜这个人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 他能有什么大作为啊 他在楚国能闹什么大乱子啊 所以呢他没听沈朱良的话 就把王孙胜呢 从这个吴国给招了回来 那招回来之后呢 其实啊紫西的意思是说 你王孙胜也是王族的人 等我紫西老了 归西了 那么楚国另引这个活是肯定给你王孙胜的 你也没有理由去闹 即便你闹 你也闹不出什么大动静 这个是紫西呢 这个过分的相信了自己的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呢 王孙胜要求说啊 要达郑国的时候 紫西呢也没多想 就假装表面上呢 就答应他了啊 可能呢也是想临时的搪塞一下 但没想呢 这个王孙胜把这个事呢 就当真了 兵未发而禁伐政 这个时候呢 这个楚国还没有 等王孙胜向郑国发兵的时候 而晋国开始讨伐郑国了 也就是北边的那个大国晋国 讨伐郑国 而郑国呢 没办法只能向楚国来求救 让楚国给自己帮帮忙 来抵抗北边的那个大国晋国 楚国的当局 也就是令阴紫西 在权衡了南北方的力量之后呢 他决定要帮郑国来对抗 所以楚国的当局呢 就派紫西 网救 带领楚国的军队前往郑国 去救郑国 而对抗 晋国 那么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 这个仗并没有打起来 晋国人一看楚国出兵了 所以呢 这个晋国人跟楚国就讲和了 当然呢 也是跟郑国 讲和了 那么讲和之后呢 晋国人就回去了 那这个事呢 就引发了王孙盛的这个愤怒 所以王孙盛呢 就说了 而且是怒约 生着气说的 非正之仇 乃紫西也 说现在我的仇人变了 郑国已经不是我的头号仇人了 而我的头号仇人 乃是紫西 所以说 像这个王孙盛也好 还有他爹 太子健也好 这都是一路货色 都是属于那种啊 不知道感恩的人 像太子健不知道感恩 结果呢 被郑国给杀掉了 他儿子跟他一个德行 啊 本来呢 这个紫西 把他从吴国给弄回来 而且准备把自己另引的位置呢 传给他 对他是非常不错的 他呢 就是因为紫西的这样一个决定 啊 所以就决定把紫西 列为自己的头号仇人 先干掉紫西 圣 自 利剑 利呢 本来的意思是磨刀石 在这里边呢 是做动词 是磨刀的意思 王孙盛为了杀掉紫西 亲自的在磨刀石上 咔嚓咔嚓 在那磨剑 那么有人呢 看到了这种情况 看到王孙盛脸上啊 冒的那个怒火 他就问王孙盛 说何以为 你咔嚓咔嚓 在这磨剑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干什么呢 王孙盛呢 也不隐藏自己的观点 他就说了 寓意杀紫西 我想把紫西干掉 那这个话呢 不可能不传到紫西的耳朵里 所以紫西听到了这个话之后呢 他就笑了 说圣如卵耳 何能为也 这里边呢 他用了一个比喻 说这个王孙盛 对我来说 就好像鸡蛋 还没有被孵化出来的小鸡 那样弱小啊 证明了这个王孙盛 在我紫西的眼睛里边 是极其弱小的 不足成事的 他干不成什么大事 他说想杀 我就一定能杀吗 所以他是笑着说的 说他就像一枚鸡蛋一样 他能有什么作为呢 所以这个紫西啊 太拖大了 太小瞧王孙盛了 结果导致自己呢 最后被王孙盛给干掉了 那么其后四年 也就是在公元前的479年的这一年 白宫盛 也就是王孙盛 与石启 石启呢 是他暗地里所养的那些死士之一 与这个人袭击杀害了楚国的令营 王子西 同时被杀的 还有另外一个大臣叫司马子七 这个人也躺枪了 也被王孙盛 同时给干掉了 于朝是在朝堂上杀掉的 那这个时候石启就说了 不杀王 不可 既然我们已经杀了楚国的两个高官 干脆呢 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也把楚慧王干掉就算了 石启说这个话的意义呢 其实是有他的政治诉求的 作为这个王孙盛的一个死士 石启要想出头露面 要想能够光宗 要祖 他必须把这事做绝 做到底 把现在的楚慧王干掉 让王孙盛坐上楚国国君的位置 那么我石启就是有大功的 立了头号大功 另引当不上 起码当一司马是没问题的 可以做这个高官 所以石启呢 是拼了命 就想让白宫盛来做这个楚国国君的 因为白宫盛呢 从这个法统上来讲 他是具有这个资格的 他的老爹呢 是前太子建 本来就是国王的人选 那他老爹没坐上 那作为他老爹的儿子 他也是有这个法统上的合理性的 所以石启就讲 你干脆把楚慧王也干掉就算了 如果不干掉楚慧王 我们现在杀了两个大臣 我们是不得好死的 不行 这事不能干一半 乃杰王如高府 所以这个石启大力士啊 就把楚慧王给劫持了 来到了高府 高府呢 就是楚国的王公的另外一个别府 是属于跟这个王公相对应的 另外一个府地 石启从者屈故 赴楚慧王 王走 招夫人之功 这里边出现一个错误啊 这个从者屈故 从者是仆人 啊 屈故是人名 也就是这个叫 屈故的仆人 是石启的仆人 但是实际上不是 应该是楚慧王的仆人 这个屈故呢 就背着年小的楚慧王 王走就是逃走 跑到了招夫人之功 也就是楚招王夫人的宫殿里边 来这个躲藏起来了 啊 这个招夫人呢 也是楚慧王的亲生母亲 也就是楚慧王呢 跑到了自己老妈的宫殿里边 社工闻白宫为乱 而远在地方啊 做这个设限限令的社工 听说这个楚国的首都影 发生了动乱啊 白宫圣作乱了 率及国人攻白宫 他就率领自己封地内啊 他的封地呢 就是设限啊 啊 率领自己封地内的这些战士 来攻打白宫圣 那白宫之徒败 白宫之徒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 这些人好勇斗很可以 要真是跟这种野战军一样的军队作战的话 他们明显不是对手 所以白宫圣呢 在跟社工作战的时候 他就失败了 亡走山中自杀 那白宫圣一看没办法 也没有什么出路了 跑到山里边之后呢 他就自杀了 而鲁石起 而白宫圣呢 死了之后 他的这个死事 石起就被社工给俘虏了 社工呢 这个时候没有找到王孙圣 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死还是活 所以一定要抓到这个人啊 活的要抓人 死的要见到尸体 所以他就问这个石起 说白宫圣现在跑到哪里去了 而问白宫尸处 他可能也听说了 这个白宫圣可能死了 但是这个尸体在哪里 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问石起 这个尸体在哪儿 但是呢 这个石起这人嘴特别硬啊 所以不管沈珠良怎么问 这个石起呢 就是不说白宫圣的尸体藏在哪里 最后呢 这个沈珠良实在没招了 他就跟石起讲 说你要不说的话 我就把你扔在锅里边 活活的煮死 将烹啊 就把他这个煮死 这是古代的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 烧一大锅水 然后把这活人扔到水里边 活活的给煮死 石起呢 就说了 说事成为亲 不成而烹 故其直也 这句话这个非常的这个硬气啊 说这个事如果要干成了 我就是国家的亲 就是前边讲的 如果王孙胜做了楚国国君的话 我石起肯定能成为国家级的领导人啊 成为一个亲大夫是不难的 但是这个事非常可惜的是 没成 我没成 那么就是死杀 由你们来决定了 你把我喷了也好 刮了也好 我都无所谓了 顾其直也 这本来就是长情 这里的直呢 是指长情 说你煮吧 我绝对不会说出 白宫圣的尸体藏在哪里 终不肯告其失处 最终也不肯告诉 沈朱良这个尸体藏在哪里 碎烹石起 于是呢 沈朱良没办法 就把石起呢 给活活的煮了 而求惠王复立之 而惠王这个时候呢 藏在了他妈 昭夫人的宫殿里边 那么沈朱良呢 就跑到昭夫人的宫殿里边 把这个惠王找到之后 又把他重新给立了起来 最后一段呢 是太史公的一个评价 他说愿毒之于人 甚已哉 愿毒就是狠毒 愿毒之于人 也就是设计陷害别人 这件事太过分了 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 称王称霸的人 尚且不能设计陷害臣下 况同烈乎 更何况是同僚呢 同烈就是同僚 也就是同事 这件事呢 指的是费无极 跟这个吴子虚的老爹 武奢之间的关系 因为费无极跟武奢呢 两个人都是同僚 都是同事 两个人又都是太子的老师 武奢呢 是太父 费无极呢 是少父 费无极呢 是武奢的助手 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呢 是不应该设计互相陷害的 当然这里边说的互相陷害也不准确啊 应该就是费无极设计陷害武奢 项令 项令呢 是假使啊 假如 假如吴子虚 从奢 俱死 他当初要是跟着他爹武奢 一块死的话 何意 蝼蚁 那跟地上爬的蚂蚁 蚁呢 是蚂蚁 蚂呢 是蚂鼓 这个呢 也是北方经常见到的一种昆虫啊 啊 也相当于这个是非常弱小的一种昆虫 何意蝼蚁呢 就是指他的生命跟那个蝼蚁有什么区别呢 弃小意 血大耻 放弃了小意 啊 招雪了大的耻辱 名垂于后世 他的名声呢 在后世一直得到传扬 卑夫 卑夫呢 是指太史公啊 发出了一声感慨 说真是壮烈呀 这里的卑呢 可以理解成是壮烈惨烈 方子虚 迥于江上 方是以前 以前吴子虚在逃难的时候 曾经呢 在江边啊 受到了困窘 因为吴子虚在往吴国逃的时候呢 正好被一条大江给横住了道路 那个时候也没有船 他也过不去 吴子虚呢 也不会游泳 正好碰到了一个 这个打鱼的渔夫 最后划船呢 是把吴子虚送到了江的对面 到起时 在路上呢 吴子虚一路的要饭要过去 智启长虚于望盈也 智呢 是指吴子虚的目标 吴子虚逃跑的目标 启是怎么长呢 是曾经说他的目标 怎么可能曾经虚于呢 是时刻之间 怎么可能时刻之间忘掉 楚国的首都颖呢 那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吴子虚时刻没有忘记 来为自己的父兄报仇 故隐忍救功名 隐忍是指克制忍耐 因此吴子虚能够克制忍耐 自己的这个脾气秉性 成就自己的功名 功名呢 就是指率领吴国军队 最后呢 打败了楚国 非烈丈夫熟能治此灾 如果吴子虚不是那种 刚烈的大丈夫的话 那么这件事怎么可能能做到呢 白宫如不自立为君者 白宫盛 也就是后来的王孙盛 如果他不自己立为国君的话 其功毛亦不可 胜道者哉 功呢 是指功业 毛呢 是指毛略 说如果王孙盛 白宫盛 如果不自己想立为国君的话 那么他的功业也好 毛略也罢 大概是不可以说得完的吧 这句话呢 好像跟前边叙述的历史事实是不符合的 因为白宫盛呢 好像也没有想自己做王的这个意思 是他手下的一个死士 叫石启 想立他为王 而且根据左传的记载呢 也没有看出白宫盛 想做这个王 想做楚国的国君 所以这里边说白宫盛 如果不自立为君 本来呢 他也没有自立为君 那么他的工业跟毛略 大概是说不完的吧 那说明呢 这个太史公啊 对白宫盛 还是持着一种贬损的态度 一直认为白宫盛呢 是想做楚国国君的 但是我们读下来之后发现呢 白宫盛 他最终的人生目标 终极的目的 其实呢 就一个就是为他的老爹 这个太子健来报仇 当然这个报仇最后也没报上 而且呢 因为在楚国造反 被这个沈朱良给绞杀了 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读一下 纵尼弟子列传 孔子曰 授业深通者 七十有七人 皆亦能之事也 这里边呢 那约字呢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不是约 因为后边这句话呢 应该是孔子没说过 所以有人猜呢 这个约应该是弟子 也就是孔子的弟子 授业 深通 深通呢 是指深通六亿 在过去呢 把这个诗书里乐 亦春秋 这六经呢 也叫六亿 授业呢 就是接受学业 然后深通六亿的人 应该是有七十七个 这个数字呢 也是有争议的 有人认为呢 应该是七十人 孟子呢 在他的著作里边 就明白的提起过 说孔子呢 有学生是七十人 也有人认为呢 孔子的学生是七十二人 这七十多个人呢 应该是孔子的 有名有姓的 而且呢 学业都非常不错的学生 而那些没名没姓的 学业呢 可能也达到一般的 那就更多了 据说孔子呢 有学生是三千人 那么有名有姓的 应该是七十多个 皆异能知识 异能呢 就是有特殊才能的 那这些学生呢 就是指前边的七十七个人 德行 严冤 敏子谦 冉伯牛 重工 在论语里边呢 这个有人呢 把孔子的学生呢 分成了四大类 叫这个孔门四科 德行科 正式科 言语科 还有文学科 那么在每一科里边呢 都有几个代表的人物 像在这个德行科里边 严冤 敏子谦 冉伯牛 重工 这四个人呢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而在正式科里边呢 有冉有跟记录 冉有呢 就是冉求 记录呢 就是指子录 言语是载我子贡 在孔子的学生里边呢 这两个人是特别能言善辩的 在后边呢 会讲到文学科呢 有子游跟子夏 这两个人 因为后来孔子死了之后呢 他们分别到各个国家 去这个教书授徒 诗也辟 参也鲁 柴也淤 游也艳 回也 屡空 这些呢 都在论语里边出现过 诗呢 就是指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叫子张 他的名字呢 叫诗 字呢 是叫张 这个人呢 辟 辟是指偏辟的意思 说明这个子张这人呢 可能才智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呢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种偏科啊 我们现在的学生考试的时候不是经常偏科吗 可能子张在某一方面啊 他是非常厉害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他是有短板的 有人认为呢 这个辟是斜辟 应该不是这种解释 参也鲁 参呢 就是增参 当然了 有的人把这个增参是读成增身 因为这个字呢 有两个读音 所以关于增参还是增身 争论呢 也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个人的习惯呢 是读增参 增参这个人呢 是孔子的关门弟子 也是思梦学派的这个一个传承人 据说呢 这个孔子死了之后呢 孔门的学生呢 分成了八类 每一类呢 都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但是流传下来的 我们现在通用的就是思梦学派 这个思梦学派呢 应该是孔门八派当中的一个 而这个传承者呢 就是来自 增参 也就是增子 这个人呢 非常受到孔子的这个信赖 尤其是在这个笑形方面 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孔子给他的评价是 参也鲁 鲁的意思呢 是有点迟钝 愚笨的意思 当然呢 孔子在评价自己学生的时候 可能没有贬义 他只是对增参这个人 他做一个实际的一个评估 柴也鱼 柴呢 是高柴 高柴呢 也是孔子的学生之一 鱼呢 可能比前边那个增参的盾 还要更厉害一点 鱼就纯属是比较笨拙了 但是根据左传的记载呢 并没有发现这个人 有怎么笨拙 相反呢 感觉他比子路还要更聪明一点 有也鞭 这个鞭字呢 解释也是有争议的 有人认为呢 这个鞭字是刚猛 有人认为呢 是鲁莽 但是不管是刚猛 还是鲁莽 都是子路的这个特点 所以后代的这个解经家呀 在解这个字的时候 也是根据子路 他的性格来解的 回也 吕空 吕空呢 是屡屡穷的是 一无所有 穷的是叮当滥响 吕呢 是经常 也就是经常家徒四壁 这个回呢 就是严回 也就是前面德行科 那个老大 严渊 这个人太穷了 赐不受命 而获直言 这里的命呢 应该是天命 赐呢 就是子贡 子贡呢 他不接受天命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不认命 而获直言 获呢 是指钱 当时流通的那种 流通货 货币 值呢 是增值 所以说呢 这个子贡 是孔子学生当中 最具有生意 经商才能的 这样一个人 赐不受命 他不认命 所以呢 他这个做生意 经常能够发财 获直 值呢 是增值 一则 屡重 这个义呢 是通 生意的那个义 也就是猜测的意思 他每次 做生意的时候 都会预估 都会猜测 而且一猜 一个准 屡呢 就是屡次 屡次都能被子贡 猜重 什么东西值钱 什么东西不值钱 所以他一猜就重 那么子贡呢 就能够发财 孔子之所言是 言呢 是恭敬 是呢 是侍奉 下边这一堆人呢 都是孔子 曾经呢 非常恭敬的 侍奉过的人 于周 则老子 在周王史 是这个老子 那么说 老子应该是 孔子的老师 他呢 在周王史的时候 是见过老子的 则呢 可以理解成是乃氏 那么在周王史的时候 应该是老子 于魏 瞿伯玉 魏呢 是魏国 瞿伯玉呢 是魏国的 一个大臣 这个人呢 非常有名 在《论语魏林公篇》里面呢 曾孔子啊 曾经表扬这个人 说君子在瞿伯玉 把瞿伯玉呢 看称是君子 为什么说他是君子呢 说帮有道 则是 国家要是有道 这个道呢 就是指国家政权 讲正道的话 风气都比较正 那么则是 他就出来做官 帮无道 则卷而怀之 国家如果整个 从上到下 都是无道的话 那么瞿伯玉 就开始逃跑了 就开始隐居了 不再出来 做官了 所以儒家呀 对这个 做官的人 要求其实也不高 如果整个国家呢 政治清明 那么你出来做官 为广大的 这个老百姓来服务 那么如果这个国家 上下 都是浑浊一片的话 那么你完全可以选择 隐退 不一定一定要做官的 而瞿伯玉呢 就是这样一个人 于齐 艳平仲 在齐国的时候呢 他曾经 侍奉过艳平仲 艳平仲这个人呢 在历史上 也非常有名 就是艳英 论语里边呢 这个孔子 对他评价也非常高 说艳平仲 善于人交 久而尽之 艳平仲这个人呢 非常善于 跟人家交往 所以大家都对他 非常的尊重 于楚 老来子 老来子这个人呢 是一个传说当中的人物 有人认为呢 这个老来子就是老子 但是也有人认为呢 这个老来子跟老子 是一个人 关于这个孔子跟老来子 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 如何侍奉的 这个历史上呢 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只是在这里边呢 这个太史公先生说了一句 于正 子产 在正国呢 这个孔子也曾经侍奉过子产 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可能 因为到了这个子产的晚期啊 孔子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年轻的 而且在历史上也没有流传过 这个孔子曾经侍奉过子产 但是呢 孔子对子产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在这个左传里边呢 孔子在鲁国 听说正国的大夫子产 死了之后呢 他眼泪都流出来了 为这个子产感到可惜 而且呢 给了子产五个字的评价 一直流传到现在 这五个字呢 就是古之遗爱 在这个孔子的心目当中呢 这个晋国的书相 跟正国的子产 非常受到孔子的尊重 你像这个子产呢 他认为是古之遗爱 而这个书相呢 孔子给的评价是古之遗直 直呢 就是直道而世人 那个直 也就是正直的那个直 一个是直 一个是爱 所以这两句话呢 是孔子对子产和书相的 一个评价 后来呢 在唐朝有个大臣叫房玄龄 他生了两个儿子 那房玄龄呢 也是读史书读得非常好 所以给他的两个儿子呢 起名 一个叫房遗直 一个叫房遗爱 说明这个房玄龄啊 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啊 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 于鲁 孟公措 在鲁国的时候呢 他曾经侍奉过 孟公措 这个孟公措呢 是春秋晚期 鲁国的一个大夫 在论语里边呢 曾经出现过这个人啊 这个孟公措 为赵魏老则忧 不可以为腾薛大夫 说孟公措这个人呢 做这个赵家 或者是魏家的那个家宰 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 但是呢 作为一个小国 像腾国或者薛国 在这些小国做大夫 他就不合适了 至于为什么说孟公措这个人 做赵魏老就合适 做这个腾国跟薛国的大夫就不合适 在论语里边呢 就没有具体的讲述了 述称 张文仲 柳夏慧 同低伯华 借山子然 这又是四个人啊 张文仲 这个人非常有名 他是春秋时期 鲁国的一个大夫 曾经呢 是侍奉过鲁庄公 鲁敏公 鲁锡公 跟鲁文公 四个朝代 但是呢 在这个论语里边啊 孔子对张文仲的评价并不高 你比如说在那个论语公野场里边有一条 孔子就说张文仲 张文仲 居菜 山节枣桌 何如其志也 这条论语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说张文仲这个人养了一只大乌龟 那个菜呢 是大乌龟 为什么把这乌龟叫菜呢 是因为 菜国呢 是在南方 这个地方呢 可能是盛产这种大乌龟的 那为什么要养大乌龟呢 是因为想用这个乌龟啊 在一些关键的事上呢 来占卜啊 这个乌龟呢 要平时啊 专门有人饲养的 那张文仲呢 养的这只龟啊 对待他的这个规格就非常高了啊 把那个龟所住的那个房子上边 还这个凋梁画动 在上边还画上这个花纹 像这些事呢 都得到了孔子的这个讽刺啊 所以这里边说呢 这个孔子啊 这个述称啊 多次的称赞啊 张文仲好像跟这个历史事实也不是特别符合 在这个论语里边呢 还有一条说 张文仲 其窃位者语 知柳夏慧之贤 而不予利也 张文仲这个人呢 就是说这个在自己的位置上 也是这个苟且偷生 知道柳夏慧这个人呢 非常贤能 而且呢 就不用他啊 这呢 也是孔子对这个 张文仲的贬低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个论语里边 孔子对张文仲呢 这个称赞呢 并不多见 那么柳夏慧呢 这人非常有名了 也就是这个展秦 也是鲁国的一个大夫 这个人呢 是被孟子认为是圣人 我们呢 这个晚期啊 曾经流传过柳夏慧的一个故事 说他是这个坐怀不乱 当然呢 在这个传世的历史文献上呢 并没有这种故事记载啊 应该是后人这个根据柳夏慧的德行编出来的 这样一个人说这个女子坐在柳夏慧的怀里边 啊 柳夏慧呢 这个没反应啊 好像这个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美女啊 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男人的反应啊 还有这个童笛伯华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叫杨舍赤啊 跟这个我前面说的那个书像是一家人啊 书像呢 叫杨舍西 这个人呢 叫杨舍赤啊 这个人字叫柏华 他是春秋 宗晚期时候的一个晋国的大夫啊 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孔子对他也是非常啊 非常这个尊重的 还有这个戒山子然 这个人也非常有名啊 戒山子然就是戒子推啊 这个人呢 原来是晋文公的一个功臣啊 晋文公当年在流浪的时候呢 这个戒子推一直追随晋文公 后来晋文公回到晋国 做了这个国君之后呢 这个给当年追随他的那些大臣来分工啊 给他们这个大官做啊 唯独把这戒子推呢 给落下了 所以这戒子推呢 就跟他老妈跑到深山里边来隐居起来了 后来他老妈呢 就建议戒子推 说你看你当年跟晋文公 这个有这样的功绩啊 到晋文公那里去求个官做呗 然后戒子推呢 就拒绝了 戒子推说 我当年追随他 也并不是这个为了求这个官做的 最后呢 这个戒子推死在了这个山里边 在左传里面呢 其实对这个故事也是有记载的 后来这个故事经过演绎呢 就变得比较离谱了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节日啊 叫这个寒时节啊 当然呢 有人把它叫清明节 其实清明呢 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啊 然后寒时节呢 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这个寒时呢 是节日 清明呢 其实不是节日 清明呢 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但是因为这两个日子呢 是挨在一起了 所以呢 就把这个寒时节 也就当成是清明节了 而且把清明节的这一天 也就当成了是寒时节 所以在古人呢 写的诗或者是词里边呢 经常会提到寒时节 像这个新济集就曾经写过一首词 它里边呢 有一句话是说 家住江南 又过了清明寒时 哎 星期集呢 就很有文化啊 他把这个清明跟寒时 两个这个 一个节气 一个节日都提出来了 那这里边 为什么要说寒时节呢 是因为这个寒时节 就是介子推呢 留下来的 传说当年呢 这个介子推在深山里边 不出来做官 后来呢 这个金文公崇尔呢 听说了这个人之后 就一拍脑门 说我怎么把他给落下了 然后就逼这个介子推呢 这个出来做官 但是介子推呢 一直不干 金文公说好 你不干 你不在山里边住着吗 那我放火烧你 我把山给你点着 把你给逼出来 结果呢 这一把火烧大了 把这介子推娘俩啊 全给烧死在山里边了 也就是说到此 介子推呢 也没出来 那么后来呢 金文公崇尔呢 就把这一天定为是寒时 也就是说 在烧死介子推的这一天 大家都不要吃热乎东西了 全吃冷的东西 所以叫寒时节 当然这个寒时节啊 传说在这个 最早的那个 传世文献里边 并没有出现 是后来的人 演绎出来的 这样一个节日啊 前边提到的 这四个人 就是张文仲 柳夏慧 童笛伯华 还有介子推 这四个人呢 叫孔子接后知 也就是他们都生活在 孔子以前 在这个孔子活着的时候呢 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 不病逝 也就是不生活在 同一个时代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炎回者 鲁人也 自子渊 少 孔子 三十岁 炎回 这个人呢 非常有名 在这个仲尼弟子列传当中呢 姓炎的人 一共有八个 像炎路 炎回 这是爷俩 炎路呢 是炎回的老爸 还有炎姓 姓是幸福的姓 炎高 高低的高 炎祖 祖宗的祖 炎之朴 仆人的朴 炎快 凡快的快 炎和 这八个姓炎的人 在仲尼弟子列传里边呢 都曾经出现过 这八个人呢 都是鲁国人 而这个炎回呢 是其中最有名的 他的字叫子渊 所以呢 回是他的名 渊呢 是他的字 比孔子呢 小三十岁 关于这个岁数呢 好像也有争议 有人认为呢 是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也有人认为呢 是比孔子小四十岁 还有的人说呢 是比孔子小三十七岁 至于这个究竟少多少 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证明了 炎渊问人 孔子曰 克己赋礼 天下归人焉 这句话呢 在论语里边也曾经出现过 炎渊有一次问老师 什么叫人 这个人呢 是孔子他的这个思想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讲仁德 那孔子就回答了 说克己赋礼为人 那这个克己赋礼 赋呢 是反的意思 就是返回的那个反 礼呢 就是指礼义 也就是那个存天礼灭人欲的那个礼 这个礼字呢 是跟道礼的那个礼 这两个字在古代呢 是互逊的 就是义呢 是相通的 有的时候这个礼就通那个礼 那个礼呢 也通这个礼 那克己赋礼呢 就是指抑制自己 让自己的这个言语行为 都这个回到这个礼节当中 天下归人焉 一旦你这样做的话 那么整个天下的人都会称赞你是人人 这个解释呢 是杨伯俊的解释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归人可能啊 应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法 也就是 如果你能够抑制自己 让自己的言语行为 都返回到礼那个规格 那个轨道上面去的话 那么你一旦这样做了 整个天下的人都会回到人的这个境界当中 这个归呢 也可以理解成是返回啊 归人呢 就是返回到人的这个境界当中 还有一种解释呢 说这个归人可以理解成是 以仁者之号归之 那这种解释呢 跟前边杨伯俊的这个解释呢 就有点像了 好 接下来往下看 孔子曰 贤灾回也 这句话在论语里边也出现过 说这个言回这个人呢 是非常贤灾啊 就说这个感叹非常贤能 一单时一瓢饮 再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的原文呢 也是这样说的 一单时一瓢饮 这个单是指框 过去古人呢 他装饭的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用那电饭堡啊 或者用盆啊 是用这个竹子边的那个框 叫一单时一瓢饮 饮呢 就是喝的汤 瓢呢 就是用这个葫芦 从中间呢 给他聚成一半 用的那种瓢啊 证明盐员的生活条件是非常简朴贫寒的 前面不是说了吗 这个 旅空吗 回也旅空啊 盐员的生活经常是穷的叮当滥响 但是尽管如此啊 吃饭呢 也非常简单 吃一瓢饭啊 喝这个一瓢水 基本这一顿呢 也就对付了 在露相啊 住的地方呢 也不好 露相呢 就是指他住的那个地方也是破破烂烂的啊 人不堪其忧 这里的人呢 是指别人啊 别人呢 不能够忍受这种啊贫苦忧愁的现状 但是盐回跟他们不一样 盐回的道德境界非常高 叫回也不改其乐 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但是盐回整天还是乐滋滋的 回也如鱼 退而醒其思 一足以发 回也不鱼 这句话在论语里边也出现过啊 说回这个人就像傻子一样 那个鱼呢 就像傻子一样 听课的时候呢 可能也没反应 孔子呢 在前面讲课 底下呢有很多弟子呢 在这个听啊 其他的弟子呢 可能都目光炯炯有神 就这盐回呢 可能感觉啊 像个傻子一样的 但是退而醒其思 这句话呢 这个主语啊 有两个 有人认为呢 这个主语是孔子啊 词这种观点的人呢 是朱熹啊 退而醒其思呢 是指孔子退下来 醒其思 来这个观察啊 仔细的来反思 盐回的思想 那个醒呢 可以理解成是细查 其呢 是盐回 孔子退下来之后啊 细查盐回的思想 思呢 可以理解成是思想 一足以发 那么孔子发现 盐回也能够发挥 解释自己 所讲的这些东西 说明他上课这种 呃 愚傻的这个样子呢 只是一个表象 还有一种解释呢 说这个主语呢 不应该是孔子 而应该是盐回 啊 回也如鱼 那么盐回退下来之后呢 能够观察自己的思想 啊 一足以发啊 这个发呢 也就是能够发挥 阐释自己所讲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阐释老师所讲的东西 那么回也不鱼 回也就是盐回 其实呢 他并不傻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唯我于而有是夫 这句话呢 也在论语里边出现过 啊 用我呢 那么我就行 也就是做起来 你不用我呢 这个舍 就是把我放在一边 不用我呢 则藏 就把我藏起来 这个藏呢 就是引盾的意思 唯我于而有是夫 那么 只有我跟你 是有这种思想的吧 那么这句话呢 其实是孔子说的 孔子说 盐回这个人 你用他 他就去做 你不用他啊 他就把自己隐藏起来 啊 只有我孔子 给你盐回 大概会持有这种观点 持有这种思想 回年二十九啊 盐回呢 活到了二十九岁 发近白 这头发呢 全都白了 可能整天在这个思考问题啊 思考的这个思虑太重 所以头发都白了 早死 这个早呢 就是通早晨的那个早 结果死的就比较早 那他死了之后呢 这个孔子啊 哭得跟个泪人一样啊 叫孔子哭之痛 这个痛呢 就是痛彻心腹啊 孔子哭他 哭的是痛彻心腹啊 真的是心疼了 约 自无有回 门人一亲 说我这个自从有了盐回 这个学生之后呢 其他的门人对我都特别的亲近了 这个门人家亲呢 就是说因为有盐回存在 所以那些弟子对孔子呢 都特别的亲近 当然可能这些弟子呢 互相之间也都是非常亲近的 鲁埃公就问了 鲁埃公呢 是鲁国晚期的一个国君啊 弟子孰为好学 他就问这个孔子 说你的弟子当中谁最喜欢学习呢 这个孰就是谁 孔子就回答了 说有一个叫盐回的人 特别好学 他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不迁怒 不二过 这个迁怒呢 就是把在别人那里惹来的怨气 发泄到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的身上 叫迁怒 不二过呢 就是同样的错误 他不会犯两次 他一次就够了 不可能重复犯一样的错误 他有这两个特点 但是非常不幸的呢 是他短命死矣 命不长 二十九岁就死了 今也则亡 这个亡呢 可以理解成是无 说现在像盐回这样的学生 我已经没有了 通过这句话呢 就能够看出啊 孔子对盐回确实是 这个很想念的 明损自子迁 少孔子十五岁 这个明子迁是孔子得情科当中的第二人 第一个呢 就是盐回 明损损的是他的名 子迁呢 是他的字 比孔子小十五岁 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鲁国人 传说他呢 非常孝顺啊 明子迁非常非常的孝顺 在后来元人编的那个二十四校里边 曾经有明子迁的一个故事 大家呢 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说明子迁呢 因为啊 他的这个亲生母亲死的比较早 所以他爹呢 就给他娶了一个后妈 然后后妈呢 跟明子迁的这个老爹 又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这个小孩呢 跟明子迁就属于是同父一母 这样一个关系了 然后那后妈呢 心地也不是那么善良 对这个明子迁呢 非常不好 所以到冬天的时候 特别寒冷 就用那个 这个稻草啊 或者是用那个芦苇花 就那种东西呢 做这个 棉絮 给明子迁做棉袄 像这种东西呢 他根本就不可能预寒 明子迁呢 动的是这个嘶嘶哈哈的 但是呢 也不敢跟他的爹来讲 他的后母对他怎么不好 因为什么呢 明子迁认为 如果要是真的 跟他爹讲了 他这个 后来娶的老婆 也就是明子迁的后妈 怎么对自己不好的话 那很有可能 明子迁的老爹呢 就把这个后来娶的这个老婆呀 可能就休掉了 那如果休掉的话呢 等于自己的另外一个兄弟 也就是那个同父 异母的那个兄弟 也没有妈了 那明子迁说 与其我没有妈 一个人没妈 能够我忍受点苦难 我能够让我另外的弟弟 能有亲妈在 那也挺好的 所以说呢 这个二十四孝里边呢 就把这个故事呢 就写进去了 当然这个二十四孝啊 这个故事是元朝人编的 也不是那么特别靠谱 接下来呢 再往下看啊 这个人比孔子小了15岁 孔子曰 孝在明子迁 人不见于其父母昆逆之言 这个话呢 在论语里边也出现过 孔子认为说明子迁这个人 真是大笑的一个人呢 人不见于其父母昆逆之言 这个昆呢 就是哥哥的意思 这句话呢 其实应该把他的语序啊 调一下 人不见于其父母昆逆之言 把那个言字拿到那个见后边 于前边 这个话呢 可能就比较好理解了 人不见言于其父母昆逆 见呢 可以理解成是离见之言 别人呢 一般来说 也没有办法 在他的父母 或者是昆逆之间 来挑拨离见 说明这个明子迁呢 跟他的这个父母昆逆之间的关系呢 是非常融洽的 即便有人说他们之间的坏话 他们之间的也不会产生隔阁 这句话在这个论语里边也出现过啊 不是大夫不识乌军之路 这个大夫呢 应该是指济世 在论语里边呢 有一条记载 说这个济世呢 让明子迁做避载 这个避 也就是费心的那个费啊 就是浪费的那个费 作为地名呢 它是读避 这个地方呢 曾经是山东那边 是鲁国的一个城市 叫避义 是属于济世家的一个彩义 那么济世家呢 就想让明子迁做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 然后明子迁呢 就给拒绝了 明子迁说 善为我辞烟 我不想干 但是呢 生硬的拒绝又不好 也就说 这个好说好商量 跟人家济世讲啊 这会我干不了 如有复我者 如果还有人过来找我的话 那么你就告诉他 我已经不在鲁国了 我必在问上已 这个问呢 是鲁国跟齐国之间的一条水 说我这个时候呢 已经在问水之上了 孔子对他的这一点呢 也是非常称赞的啊 冉庚自伯牛 孔子以为有德行 冉庚 他的名呢 叫庚 字呢 叫伯牛 所以古人呢 都是有名 有字的 孔子以为有德行 孔子认为他呢 德行也是非常不错的 伯牛有恶极 孔子往问之 那有一次呢 这个冉庚 冉伯牛 就有了一种恶极 这个恶极呢 我们现在理解 应该是一种传染病 相当于是那种麻风病啊 之类的 这种传染病啊 这个人到跟前之后 应该是能够传染的 孔子前往冉伯牛的家里边呢 去访问他 去慰问他 往是前往 问的是慰问啊 是这个看望 自有 执起手 这个有呢 是窗户 那孔子呢 应该是没进屋 直接呢 站在外边 从这个窗子外边呢 把这个手就伸进去了 而且呢 抓住了冉庚 也就是冉伯牛的手 发出了感慨 说命也夫 说这就是命啊 私人也 而有私疾也 私人就是这样的人 非常感慨啊 就是感到不解 说这样的人 而有私疾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病 命也夫 说真是命啊 这一条呢 虽然文字不一样啊 但是在伦语里边呢 也曾经出现过 染庸 自重公 这个呢 也是染氏家的人 他的名呢 叫雍 他的字呢 叫重公 重公问政啊 染雍呢 就曾经向孔子来咨询一下 怎么去执政啊 执政应该怎么做 孔子就回答了 说出门如见大兵啊 你出门的时候 就好像去见大的那种 非常尊贵的那种宾客啊 说明你一定要谨慎 要小心 要恭敬 使民如城大祭 城呢 就是指承接啊 使一百姓 使万 这个老百姓 就好像去承接大的祭典一样 大祭呢 就是大的祭祀之典 在邦 无怨 在家 无怨 这个邦呢 其实就是国家 过去古人呢 把一个国家呢 叫邦 后来呢 在汉朝的时候 为了避流邦的会 所以把这个邦呢 全部都改成国了 而这个国字呢 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它是指那个首都 它是指一个城市 而邦呢 才是指整个国家 在邦 无怨 在家无怨 就是在国内 没有什么怨恨 那么在家里边 也没有什么怨恨 它的意思呢 就是讲 说只要你 严格恭敬的 对待人 对待事 那么不论你在哪里 不管你是在家里也好 还是在这个国内也好 都不会遭到别人的怨恨 孔子以重宫为有德行 孔子呢 也认为重宫这个人 是有德行的一个人 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雍也可使难面 说重宫这个人呢 他可以担任一个国家的君主 为什么说这个难面 就是君主呢 是因为古人呢 他那房子结构呢 都是非常规矩的 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啊 这个房子呢 朝哪个方向都有 古代的那个房子呢 基本都是朝南的 北面呢 是阴面 所以这个古人呢 大官 像这个皇帝啊 或者是这个一家之主啊 他坐的那个方向 基本都是坐北朝南 坐在家里边 或者宫殿里边的 北边的那个位置 然后他脸呢 是朝着南边那个方向 所以说一般都用这个面 南或者是南面 来这个比喻是一个国家 或者是呃 一个国或者是一个家的 这个主人 所以呢 孔子就给阮雍呢 这样一个评价 说他是可以作为一个执政官的 众公父贱人 这里的贱人不是骂人的话啊 我们现在经常骂人说你这个贱人 这里的贱人呢 是指他的出身比较低微啊 众公的父亲呢 出身比较低微 所以孔子就说了 离牛之子 兴且脚 虽欲无用 山川其舍诛 这句话在鲁语里边也出现过 孔子呢 就对这个众公进行了评价 虽然呢 他的父亲出身比较低贱 但是众公这个人呢 德行还是比较好的 离牛之子 离牛呢 就比喻是众公的爸爸 他的儿子就是比喻成众公 兴且脚 这个兴呢 是红色 因为周朝啊 他用来祭祀的这个牛 一般都是这个红色的 因为周朝主赤嘛 他是主红色 所以都是用这个红色的牛来祭祀 来充当这个牺牲品 兴且脚 这个脚呢 就是指那个牛脚长得非常周正 那牛脚呢 不是长得歪七列八的 所以又是红色 又是牛脚非常周正的这种牛 是可以用来祭祀的 当然这里边并不是说 把众公啊 当成祭祀品 而是呢 认为众公这个人 德行非常不错 他的父亲呢 出身虽然不好 比较低微 在德行方面呢 也是乏善可陈 但是这儿子呢 还是不错的 所以父亲虽然不怎么着 但是并不妨害 他的儿子呢 有美德 好 继续往下看 冉求自子友 扫孔子二十九岁 为祭祀载 这也是冉家的一个人啊 冉求 求呢 是他的名 而子友 是他的字 比孔子 小二十九岁 曾经做过 祭祀的家载 这个载呢 就是主管的意思 也就是 曾经给掳过的三环之一 三环老大的 祭祀 当过管家 这个官职其实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认为 给一个大夫当管家 应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官 但是在鲁国 这个官职可了不得 因为祭祀那个时候 其实跟国君的地位就是一样了 那他的家载 就跟国家的这个丞相 展相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名字不一样 祭康子问孔子曰 祭康子呢 就问孔子 这里边啊 根据后文 冉求人乎 根据这个问题呢 来看啊 这个祭康子应该是没有问过这样的话 因为在论语里边呢 这个话并不是祭康子问的 而是由三环之一的另外一个大贵族 是孟世家的孟武伯问的 孟武伯呢 曾经问过孔子 说冉求这个人啊 人吗 是能够称得上是人德吗 但是在这个里呢 这个太史公把它写成是祭康子问的 说冉求这个人啊 够人德吗 那么孔子就回答了 说千世之义 百胜之家 求也 可使 致其父 千世之义 就是拥有一千家的这种大城镇 百胜之家 也就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贵族 是指那些生活在鲁国的那些士大夫啊 尤其是指三环 像这个季氏 孟氏 孙孙氏 这三环呢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说像这样的这个规格的家庭 染求是可以始至其父 让他呢 去管理那个地方的军事跟经济 这里的富啊 跟那个税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赴税 其实在古代呢 这个富跟税是两种不同的税收 税呢 一般是指农作物 那个田里边生产的一些粮食啊 棉花呀 这些啊 这个老百姓经常用的 吃喝 日常生活当中用的 而这个富呢 通常就是专指军富啊 比如说给这个国家交多少根木头棒子 这木头棒子呢 一般来说都是用来打仗的啊 或者是交多少匹马 交多少匹牛啊 像这些呢 才叫富 凡是跟战争有关的 这个税才叫富 而那些跟平时生活 那个吃穿用的 那个有关的 才叫税 所以税跟富啊 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面呢 说染球这个人 可以让他治理 这种有上百辆战车的 这种家庭 或者是啊 这个上千家组成的 这样一个城市 染球呢 完全可以胜任啊 这些地方的这个军富和经济的管理 人则五不知也 至于他这个人是不是仁德 那我就不知道了 其实这条呢 跟这个论语啊 是不一样的啊 论语呢 这个应该是问子路的 说子路这个人是不是很仁德 当然问呢 也是由孟武博问的 然后孔子们就回答 说由也千胜之国 可使至其富也 说有一千辆兵车的 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子路呢 可以用来去治理这些军富 这些兵富 但是在这里边呢 这个把它用在了染球身上 负问子路人乎 然后呢 这个季康子又问孔子 说那子路这个人 人吗 孔子对约 孔子就回答了 说如囚 跟这个染球 是一样的 也就说什么呢 你让他做一个具体的工作 他做的会非常好 但是你要说上升到人 这样的道德高度 这两个人呢 应该都达不到 起码 孔子说 我是不知道的 求问曰 文思行诸 这个思呢 可以理解成是道理 文呢 是听说 当然这里边也可以理解成是学 也就说 我要是学了一个道理的话 那么我应该就立刻的去实践吗 这个行就是实践的意思 这个话呢 是染球问的 但是呢 孔子回答说行之 孔子说 好 你要是学到了一个道理的话 可以马上就去做 就去实践 那么子路呢 就问了 说文思行诸 问的问题呢 跟染球问的问题是一样的 说我要是学了一个道理 我可以马上去实践吗 但是孔子的回答就不一样了 因为孔子呢 是因人失教啊 给两个弟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 问题一样 但是回答不一样 说有父兄在 如之和 其文思行之 说你就不行了 你有父兄在 你怎么能文思行之呢 你怎么能马上学了 就去做呢 后人分析啊 说为什么孔子这么回答 是因为你子路 学了一个道理之后 你不要马上去做 你应该先征求你的父亲 还有哥哥的意见之后 你才能去做 你不能自己做主啊 学到了道理之后 马上就去做 子华怪之 这个子华呢 就是公西华 又叫赤 这个人呢 一看孔子 对同样一个问题 给两个学生不同的答案 他就觉得非常奇怪 他就问老师 他说敢问 问同而答义 问题是相一样的 而这个答案 却是不一样的 这个原因在哪呢 这个孔子就回答了 说之所以不一样 是因为这两个人的性格 不一样 求也退 求呢 就是染求 染求这个人呢 做事 他比较谦虚 生性呢 比较谦退 所以应该鼓励他 应该在后边 推他一把 而子华这个人 就不一样了 叫有也奸人 这个奸人呢 有人理解成是 争强好胜 也有人认为呢 这个子华 经常是一个人 干两个人的活 敢做敢为 敢想敢为 属于冒进的那种人 所以呢 对付这种人 一定要 顾退之 一定要让他 往后退一下 要抑制他一下 这个退呢 可以理解成是抑制 不要这个再鼓励他 再鼓励他的话 那他就飞起来了 仲游 自子禄 接下来呢 就说子禄了 子禄呢 叫仲游 他的字呢 叫子禄 游呢 是他的名 是汴人也 这个汴呢 是春秋时期 鲁国的一个城市的名 地点呢 是在今天 山东省 四水县的东边 子禄呢 是这个地方的人 少孔子九岁 比孔子呢 小了九岁 这个岁数呢 应该在历史上 是没什么争议的 所以呢 这个子禄啊 跟这个孔子的年龄 差不多是在 众弟子当中 是最接近的 这个一个了 子禄姓比 好永利 至抗直 贯雄姬 配家屯 临抱孔子 子禄这个人 姓比 那这比应该怎么理解呢 应该理解成是 粗鲁 浅漏 好永利 勇呢 是指他的性格 这个人呢 勇往直前 利呢 是指他的体格 说明这个人 身强力壮 至抗直 至呢 是指他的性格 抗直 也就是刚直 贯雄姬 是指他戴的那个帽子 壮如雄姬一样 配家屯 家呢 是公猪 屯呢 是小猪崽 配家屯呢 是指 配戴着 用这个公猪 或者是小猪崽 他的皮 做的那个剑囊 临抱孔子 临抱呢 是指欺负孔子 这个故事呢 在孔子家瑜里边呢 曾经有过记载 子禄刚开始去孔门 去这个见孔子的时候 是非常不客气的 所以这里边呢 叫讲 临抱孔子 孔子 摄礼 烧右子禄 而孔子呢 针对子禄的 这种性格 摄呢 可以理解成是智 就是摄智的那个智 智礼 礼呢 就是礼节 稍稍的来引导一下子禄 这个右呢 可以理解成是引导 子禄 后如浮 伪至 那么经过孔子的 这种引导之后呢 子禄就上道了 穿上了如浮 伪至 这里的智呢 有不同的解释 有一种认为呢 这个智是证书 也就是 孔子在诱导了 这个子禄之后呢 这个子禄 发现自己 以前领抱孔子 是不对的 对老师不尊重 也是不对的 所以呢 在这个孔子面前 就写了保证书 所以这个智呢 是保证书 还有一种解释呢 说这个智是通那个另外一个智 就是一个直 啊 这个拿的那个直 啊 指手相看 泪眼的那个直 底下加一个背 啊 这个东西呢 在古代是一种见面礼 尤其是初次见面的时候要送礼 这种礼呢 叫智 还有一种解释呢 说这个智呢 是身体 伪智呢 就是把自己的身体 嘱托给别人啊 受别人的支配 所以这里的智呢 有三种解释 因门人请为弟子 因的是通过 通过孔子其他的门人 请求做孔子的弟子 子禄问证 孔子曰 先知劳知 这一条呢 在论语里边也是出现过的 子禄呢 就问孔子 执政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孔子就回答 说先知劳知 先知呢 比较好解释 就是凡事 你应该是以身作则 你应该先干 你不能让别人先去干 你在那动嘴 那不行 先知你先干 那么在你的带头之下呢 别人也会跟着你一块干的 劳 这个词呢 在这里边是有两个解释的 有一种认为呢 说这个 凡事你自己要这个亲力亲为 你自己要亲身动手去做 这是劳的一个解释 就是劳动 另外一个解释呢 说是未劳 那么老百姓的事呢 你应该把它放在心上 应该时不时的去未劳 慰问一下 那这两种解释 应该是都通的 然后呢 子禄继续问 说请义 那你告诉我这两点呢 非常简单 那我很容易就做到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法啊 再跟我讲一下呗 然后孔子呢 就给他讲说无倦 这个倦呢 就是倦怠 也就是在先知劳之 这两条的基础上 不要永远的去倦怠 去懈怠 子禄又问了 说君子上永乎 这个上呢 就是通 上下的上 说君子是崇尚永吗 因为这个子禄呢 他本身在性格里面 前面不是说了吗 叫永啊 就是说非常的勇敢 而且呢 又有一把子这个力气 这也是子禄擅长做的 所以他就问老师 说君子崇尚永吗 孔子就回答了 说义之为上啊 这个永不是第一号的 排在第一号的 应该是义 为什么呢 这个君子好永而无义 则乱 这个君子 如果他只崇尚永 而没有义 来把他框住的话 那么最终的结果 他就只能会造反的 会叛乱的 小人好永 而无义则道 而小人呢 还不如君子呢 小人呢 如果他只宠上永 而没有义 来框住他 来给他做一个指导的话 那么最终的结果呢 他就会发展成是盗贼 就会偷人家 抢人家东西 子禄有文 为之能行 唯恐有文 这也是论语里面的一条 说子禄呢 这个听到了一个道理 或者是学到了一个道理 还没等这个道理来付诸实践呢 还没有自己来这个实践一下 这个道理是怎么样子的时候呢 他就担心 又有学到了新的道理 也就是说道理学的太多 自己没有功夫去实践 所以他呢 就非常的担心 非常的害怕 后边这个有啊 是通那个又 就是唯恐有文 可以理解成是唯恐又文 孔子曰 骗言可以折欲折 其由也语 这个呢 也是说孔子的 在这个论语里边呢 也曾经出现过 关于这句话的解释呢 其实也是有争议的 有人认为呢 这个骗言 是指一言半语 也就是说了一半的这种话 折就是断的意思 也就是断欲 欲呢 就是案子 也就是说 子路这个人呢 做事是果敢明断 那么听到了这个案子之后呢 经过自己的判断分析 马上就可以做出这个判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 这句话应该是夸子路的 其由也语 说的就是子路吧 这个由是子路的啊 这个名啊 说的大概就是子路 那么如果这个骗言折欲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呢 那完全就是对于这个子路的贬低了啊 这个骗啊 理解成是偏 也就说什么呢 这个子路啊 他只听信一方面的这个辩词送词 然后呢 他就开始给这个案子定是非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偏听偏信了啊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理解 那就是对子路的批评了啊 骗言就是偏言 偏言能够断案的这个人就是子路 这也是孔子批评他 所以这个这句话究竟是表扬子路 还是批评子路 完全是看前边对那个骗子的理解啊 是理解成什么样 那么这个意思呢 完全就不一样了 有也好勇过我 无所取材 这句话呢 也是在论语里边出现过 有人认为这个主语呢 是子路 前边那句好勇过我 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 这个呢 应该是孔子 把自己呢 跟子路评价一下 说这个子路的勇是超过我的 后边这个无所取材 那主语不同 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一种观点呢 认为这个无所取材的主语 应该是子路 孔子呢 称赞子路这个人很勇 但是呢 讽刺子路 不能够财夺势理 来这个符合义 所以这个主语呢 应该是子路 那这里的财呢 就是通那个裁判的财 还有一种解释呢 是杨伯俊持有这样一种观点 他认为那个财呢 是灾 就是那个语气词 什么什么灾 那如果理解成灾的话 这个主语呢 就应该是孔子了 孔子认为这个子路呢 好勇 但是呢 这种过分的勇 是不可取的 所以叫无所取材 这两种解释呢 应该都是说得通的 若有也不得其死然 这个是孔子 对子路下的一个论断 也是在论语里边出现过的 这个死然呢 就是死得其所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 这个善始善终的那个善终 若有也就像子路这样的人 这样去行事 估计呢 是不能够得到善终的 这个孔子的论断下的 还是非常准确的啊 因为子路呢 在卫国做这个孔氏家的家宰 为了保护这个主人 他参与了孔氏家的一场 这个家庭内斗 最终呢 就被人家给杀掉了 而且呢 死状也是非常惨的 子路在死之前呢 叫结阴而死啊 这个系帽子的那个绳被砍断了之后 然后子路呢 为了啊 让自己的帽子呢 不掉下来 所以在这个啊 把帽子想系在自己头上的这么个功夫 就被这个快馈的两个大力士啊 就给杀死了 所以叫结阴而死 对这个事呢 鲁迅先生还曾经讥讽过 说子路这个人太瘀了 那个时候你还系什么帽袋啊 你赶紧就战斗啊 要不然你赶紧跑啊 你干嘛还系帽袋啊 但是子路这个人呢 他是讲理的 披头散发的去跟敌人搏斗 那子路呢 他也不想这样做 那认可死啊 也不能让自己的帽子掉在地上 子路呢 后来也是死得很惨 死了之后呢 被人给剁成肉酱 后来孔子在鲁国听说 子路死了之后呢 他就从此以后就不再吃这个肉酱了 这个故事呢 等下我们会马上就读到了啊 那这里呢 先不说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义避运袍 与义 胡合者利 而不持者 其有野鱼 这句话在论语里边也出现过 这里的一呢 是读第四声义 是穿的意思 穿着避运袍 这个避运袍啊 是指那种非常破破烂烂的这种衣服 是用那种旧的棉袖 做的破袍子 羽翼 胡合者 这个胡跟合 是两种血居动物 在北方呢 特别多 他们的这个皮毛呢 非常名贵 所以古人呢 经常会用这两种动物的皮毛 去做成这种大衣 这种衣呢 叫球 就是一个啊 球正的球底下 加一个衣服的衣啊 是非常保暖的一种东西 通常来说呢 一般普通老百姓是穿不起的 都是那些大贵族有钱的人啊 才能穿这种衣服 而这个子鹿呢 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跟这些穿着名贵服装的这些人啊 站在一起 并没有感到可耻 这也是子鹿的一个风格 说明子鹿呢 是不畏权贵 并不因为你有权 或者是有钱 我子鹿就自降人格 这些事 我子鹿是不会干的 有也 升堂以 未入于是也 这句话在论语里边呢 也曾经出现过 执意呢 是比较好理解的 说子鹿这个人 升堂 入世 留下一个成语啊 这里边呢 就得稍微说一下 古代的那种房间的结构了 古人的房子呢 一般来说呢 它是分亭堂室 分这么几种 这个亭呢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个平房的院子 那么亭你穿过去之后呢 就是堂 堂呢 它稍微比这个亭要高一点 大概高几个台阶 然后呢 这个堂前面有两个大柱子 那个柱呢 叫营柱 所以我们现在呢 有一种风俗习惯 就是过年的时候呢 要贴对联 就把那对联呢 叫营联 是因为呢 它贴在那个营柱上边 所以才叫营联的 一共是这个左右两部分 那么这个堂呢 比亭要高几个台阶 通常呢 由亭到堂上边呢 是由两个台阶来走的 也就是说 在东边设一个台阶 在西边设一个台阶 因为古人的房子呢 都是朝南作北的 那么这个东边的那个叫坐阶 一般来说是主人 从东边的这个台阶往上走 从这个亭啊 走上堂 而这个宾客或者是客人呢 是从西边的那个台阶往上走 那么走上这个堂啊 到了这个上面之后呢 一般关系的这个人呢 这个宾客跟主人呢 就在堂上相见就完事了 但是跟这个主人关系特别近的人呢 还可以往里走 那么再往里走呢 就是室 也就是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室 这个室呢 一般来说是属于主人比较私密的房间 如果跟主人关系不是特别亲密的话 这个地方你是不能随便进去的 所以你登堂 说明你到了一个城市 那么你在入室 说明你在跟老师的关系就更近了 有些弟子呢 可能连这个亭都进不来 只能站在门外 那么你从大门进来的话呢 你可以被称为是入门弟子 所以古人对这个分的也是特别清楚啊 那这里边呢 他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比喻 说子路这个人呢 他的这个成就啊 跟老师呢 还不是那么近 因为什么呢 他只达到了堂这个程度 他只能升堂或者叫登堂 但是还不能入室 还不能跟老师更接近一些 还没有得到老师的真传 所以说呢 现在留下一个成语叫 升堂入室 也就是从这里边来的 季康子问 纵游人乎 当然这句话呢 应该是孟武伯问的啊 根据论语是孟武伯问的 说纵游这个人 仁德吗 那么孔子就回答了 说千胜之国 可使致其父 这句话呢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啊 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 可以让子路去致君父 但是关于他究竟人还是不人 这个事我并不知道 子路喜从游 欲长聚 结逆 喝掉 丈人 这几个人呢 在论语里边也都出现过 喜从游 喜是喜欢 喜欢跟着孔子 周游列国 在路上呢 就遇见了长聚跟杰逆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 当时都是蔡国人 是两个以种田为生的隐士 他们呢 不赞成孔子 周游列国 到处去 这个给人家讲道啊 到处去劝人家国君 要实行自己的这套礼法 他们呢 就认为孔子呢 你现在遭遇乱世 不应该到处跑了 应该跟我们一样 避世隐居 这不是挺好吗 所以呢 这个孔子带着这个子路 周游列国的时候 正好经过这几个人 那孔子呢 就让子路去问金 金呢 就是渡口 可能前面呢 是碰到了一条河 不知道这渡口在哪 就让子路去问 结果子路在问的过程当中呢 就碰到了这两个人 就是一个叫长聚 一个叫杰逆的人 然后那个长聚就问了 说给你驾车那人是谁啊 那子路就回答了 说这个是孔子 然后长聚说 是鲁国那个孔子吗 然后子路说 是鲁国那个孔子 然后长聚说 那你不要问 这个渡口在哪了 他就知道 这个渡口在哪 然后杰逆呢 这个时候就问 说那你是谁啊 然后子路说 我是重牛 然后杰逆说 那你是这个孔子的学生吗 然后子路说 是的 我是孔子的学生 说与其这样 跟着孔子到处跑 你还不如像我们一样 做一个隐士 该有多好啊 后来呢 这个子路 就把这个长聚杰逆 这两个人说的话呢 就回来跟孔子说了 孔子呢 也发出一声感慨 说我们呢 跟他们其实不是一路的人 所以呢 也就不要听他们的了 这个贺调呢 也是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 碰到的这样一个人 当然这个人呢 并不是孔子碰到的 根据这个论语来记载 这个贺调 这个人呢 这个调啊 是古代的一种农具 应该是除草的一种工具 贺呢 是背着 背着除草工具的这样一个老农 碰到了这个子路 子路呢 就问这个老农 子路这个时候呢 可能跟孔子啊 走的时候分散了 那么他就问这个老人 说你见过孔子吗 然后这老人说 这个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孔为夫子 我哪知道你老师在哪啊 啊 所以这老人呢 就把这个子路留下来 而且呢 把他请到家里边 还给他做了一顿饭吃 后来呢 这个子路回去之后 也跟老师讲了 啊 孔子呢 也这个凯探呢 说这个人也是一个高人 让子路呢 重新回去 再见一下这个老人啊 跟他讲讲道理 结果呢 这个老人就不在家里边了 就没碰到 那子路呢 后来就发了几声感慨 这个事情呢 在论语里边也是有记载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翻一下 所以这里边说的 这个长剧 结逆 喝调 这几个人 都是当时的 这种隐世级别的人物